第二日一早,冷宫被翻牌的消息就像风一样吹遍了皇宫的每个角落,去街的教年还是按照皇后的规格来的,只可惜啊,那位娘娘没福气,竟然得了恶极,让内务府的人白跑了一趟,午后的时候来了几位宫女,送来一些药膳补品之类的,说是黎霞宫的姚贵人在听闻她伸染恶极之后,特意命人送来的。 还叮嘱说,姚贵人想起陆云罗去一趟黎霞宫,陆云罗看着那些药膳补品,心想,这姚贵人倒是有意思,知道她得了恶极,特意送些补品和药膳过来,可她明知道她得了恶极,却还让人请她过去一趟,这不是摆明了告诉她,这姚贵人知道她装兵吗? 我们娘娘才不会去呢,你们赶紧走 姚贵人说了,娘娘是聪明的人,自然会同她合作的 赶紧走,再不走,我可就要改人了 姚贵人还说了,今日下午,静待娘娘的到来 娘娘,您还真去啊,那姚贵人摆明了没啊好心 我当然知道了 那您还要去 最近手头有点紧,我去赚点银子画画 她今天早上,正好在空间里的一个角落里,见到了不知何时被她扔在空间的小黄色 这应该是她手上的最后一本了 正发愁不知道要卖给谁呢 这买家就自己找上门来了,阴霜疑惑地挠了挠头 她想不明白,去黎霞宫怎么赚银子啊 不过,娘娘这么说肯定是有道理的 娘娘,您说这陆云罗是装病的 这就是她的聪明之处了 你看皇上后来,不是带着太医亲自前去了吗 娘娘,您的意思是说,她这么做,是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 她的想法不错,只可惜,神算不如天算 被兰贵人也用装病的办法给劫走了 眼下这陆云罗,怕是心里恨死了兰贵人 本宫这次请她过来 她自然以为,本宫只是想要和她合作 共同对付刘云宫的那位兰贵人 陈嬷嬷,你待会找人去皇上那里通报一下 就说陆云罗在本宫这儿,请皇上过来一趟 她之前请过皇上很多次 可皇上一次都不曾来过这离霞宫 今日她倒要看看,皇上究竟会不会前来 若是不来到也罢了 只要来了,她就有办法让她今日在离霞宫留宿 是,娘娘 大胆,见到我们娘娘还不跪下 本宫记得,你们娘娘只是贵人的接品 就算本宫被打入冷宫成了气费 可也是皇上独一无二的正妻 便是按照东南国的律法 你们娘娘都得叫本宫一声姐姐 难不成你们娘娘仗着自己的爹是一品大将 就不把东南国的律法放在眼里吗 你 姐姐,陈某某年纪大了,输工没几天 许多规矩还没弄明白呢 姐姐您这样的身份就不要跟下人计较了 这个姚贵人是个高手呀,四两拨千斤 三言两语不仅维护了她的人,还把问题推到我身上啊 哼,不就是玩心计嘛 二十一世纪那么多宫斗剧,咱可不是白看的 这等小儿科,信手拈来 妹妹放心,看在你的面子上,本宫不会同臣默默计较的 那就多谢姐姐了 不知妹妹今日请我前来,所谓何事 前些日子,皇上给妹妹赏了一些上等的茶叶 便想着,请姐姐来一起品尝一下 姐姐请坐 骆走之后,姚贵人和陆云罗说说笑笑 仿佛真的是一对感情极好的姐妹 甚至还拉着她的手,说和她一见如故 这么违心的话,还能说得这般自然没有破绽 这炉火纯情的演技,简直和她不相上下呀 姐姐可有想过搬出冷宫 难道,妹妹有办法 那演技,的确可要贵人不相上下 说姐姐愿意始终站在我这边 妹妹自然会有办法,让皇上下旨,让你搬出冷宫 她相信,对于一个在冷宫过了大半年苦日子的人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心动的无法拒绝的条件 需要我怎么做 你也知道,自打妹妹入宫也来 皇上还不曾来我这留宿过 那蓝贵人已经压了妹妹一通 若是以后她成了皇后 你我二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姚贵人这话说得委婉,但意思陆云罗听明白了 这姚贵人是要让她冲在前头去对付蓝贵人 然后她在后面坐收羽翁之力 哼,想得倒是挺美的啊 她陆云罗可没那么傻 不过嘛,倒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合作一下 姐姐考虑得如何 妹妹,其实我这有更好的办法 让你直接得到皇上的宠爱 能直接得到皇上的宠爱 说实在的,在后宫之中 倒是没有哪个嫔妃敢说这样的大话 更何况,真要有这样的好办法 那她为什么不自己留着 反而还好心地拿出来告诉她呢 姐姐说的是什么好办法 就这儿,这个能帮助我得到皇上的宠爱 这陆云罗该不会觉得我好骗 拿着这本破书来哄弄我吧 她从小也是被家族按照皇后来培养的 床帝之间的那些事也早已有默默教过她了 甚至也看过一些春宫图 可从来没有一本像这本册子上画的哪般放浪行骸 这里面的动作光是看一眼就令人觉得羞耻不已 站在姚贵人身后的陈嬷嬷也看到了画册里的内容 要知道,像这种春宫图虽然在后宫属于淫秽之物 是明令禁止的 可暗中仍然有嫔妃搜集这些东西 只有在床帝之间讨得皇上的欢心 往后自然会越来越得恩仇 尤其是那些准备入宫的女子 在入宫之前就会有长辈用春宫图提点一番 陈嬷嬷也算是在官宦之家的后宅中待了大半辈子的人 一眼就看出了 这本册子与寻常春宫图并不一样 心中暗自心惊 没想到这后宫之中竟然出现了这般放浪行骸之物 姐姐,这恐怕有失体统吧 而且也换了宫里的规矩 唉,这本册子原是家中长辈在我成亲前放入我的箱子中的 我在冷宫处境艰难 该卖的首饰都卖得差不多了 如今,也只有这本册子还能换一些银两 还起一些冷宫的支出 既然妹妹觉得不妥 我也不强人所难了 或许刘云宫会对这本册子感兴趣 那兰贵人之前就为了讨得皇上欢心 在皇宫是大张旗鼓的重金收购和花酒 若是让他知道了这本册子 绝对会出高家买下来 赎金有位分的妃嫔 只有他们两个 兰贵人原本就已经干在前头了 若是再让他得了这本册子 他家娘娘往后的日子不是更加艰难了 既然姐姐有难处 妹妹理所当然要帮扶一些 姐姐看,这本册子要多少银子呢 五千两银子 什么?这本破书要五千银? 妹妹,这本书要五千两真不贵 你看那荷花酒,一千两银子一壶,喝完就没了 可这本书啊,你学会了,它就永远刻在你脑子里了 书也不会消失 学完之后,你不仅可以转手卖给别人 将来还能传给 总而言之,买了不亏 而且,这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陈嬷嬷,把这本书拿下去 给姐姐取银子 姚贵人看着陆云罗的眼神,泛着阴冷的光 他自然听出了陆云罗话外的意思 没想到,这陆云罗竟然是拿着这本破书过来敲竹杠的 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和他一起对付蓝贵人 不过是为了在他这里挣五千两银子 这才和他虚与伪移到现在 他倒是小瞧他了 陈嬷嬷很快将银票取了出来 陆云罗拿到银票后,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 哼,这后宫嫔妃的钱果然好赚 比卖给太监挣钱多了 唉,只是可惜了 这后宫的娘娘着实太少了 妹妹,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 配上刚才那本书 绝对是事半功倍,效果更佳 何物,这光有春宫图怎么行啊 至少得配上一些情趣内衣才有趣嘛 那画上的内容,姚贵人只看了一眼 瞬间又面红耳赤 而陈嬷嬷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 甚至还跟他姐说,这个地方有个口 是何作用 虽然这画上的款式吧,令人难以启齿 可不得不说,他画出来的这两套衣服 再配上那画册上的招式,的确会效果加倍 这两幅图,多少钱? 哼,不多,一张两千两银子 陈嬷嬷,再去取四千两的银票出来 妹妹,我这里还有一样东西 还有? 姚贵人真是受够了 光一本破书和两张画就花了他九千两的银子了 再来两样,他黎霞宫下个月可就要吃康宴菜了 他虽然家世闲鹤,可他维持着黎霞宫的上下 每个月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他的银子可不是用来让别人敲诈的 姐姐,时间不早了 陈嬷嬷,送客 娘娘,请吧 妹妹,姐姐我下次还会来的,拜拜 陈嬷嬷,陆嬷嬷来黎霞宫的消息传给刘云宫了吗 回娘娘,已经安排妥当了 下人已经回禀过了 无论这陆嬷嬷与不与他合作 只要兰贵人知道这陆嬷嬷在他这黎霞宫待了一下午 定会猜测他们两人是不是已经联手 那兰贵人昨夜装病硬是把皇上从冷宫叫了过去 必定对陆嬷嬷不满 目前这两人在争宠 根本不用他在做什么 这兰贵人自然会出手对付陆嬷嬷 他到时就能隔岸观火 坐收渔风之力了 老奴参见娘娘 周嬷嬷 这位周嬷嬷是园主的乳母 是从小看着陆嬷嬷长大的 两年前周嬷嬷回乡下养老去了 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 没想到周嬷嬷竟然来皇宫了 娘娘老奴来迟了 你受苦了 半年前他在偶然得知陆丞相通敌叛国 被刚登基的太子斩首示众 刚迎娶进门的丞相嫡女也被打入冷宫 偌大的丞相府的所有家仆 全部被发配到苦寒之地 一夜之间风云变幻 他担心陆嬷嬷在冷宫中 承受不了这等惊天俱变 连夜卖掉乡下的房子 只身一人来到京城 想尽一切办法要入宫 可那些往日里和丞相交好的那些官员 一听到他是丞相府的旧人 生怕会连累了他们似的 立刻将他撵得远远的 无奈之下 他找到陈王爷的府邸 可却得知陈王爷一直离京在外 好在前几日终于回京来了 他最终才在陈王爷的安排下 顺利进入皇宫 在你和皇上大婚那一晚 有人看到丞相和三皇子 在房间密谈许久 在哪里 就在丞相府 娘娘 老爷是什么样的人 你我心里都清楚 可他被判了通敌叛国的死罪 还是被当今皇上当场定罪 并被下令斩首示众的 娘娘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最后还是不要轻易谈紧 陆云罗点了点头 他当然知道这件事非同一般 必须得徐徐徒之 环城相府一个清白 是他为原主唯一能做的事 不过这事急不来 他手中一无权 二无事 三无才 想要调查真相 难如登天 而他空间里的那些粮食 便是他在后宫 唯一的仪仗 天下 他只能先着手 将冷宫后面的 三百多亩地种起来 再慢慢组建自己的势力 第二日一早 半空中就飘来 阵阵扑鼻的肉香味 这一锅包子蒸出来 极为成功 胖胖乎乎的 又松又软 另外一层的馒头 也蒸得极好 没有他 钱也泡得刚好 白白胖胖的 看着就香甜 周嬷嬷有些惊讶 怎么就白色的粉末 加上水 放点馅一包 蒸出来 就是这般精细的吃食了 远远的就看到门口的下人 一脸胆战心惊的模样 一个个的 大气都不敢冲 咣当一声 里面传来了东西摔碎的声音 陆云罗看这家事 心头一跳 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呀 不然他改天再来 曹公公 哎呦 娘娘啊 您可小声点 这可是御书房的门口吧 这里面怎么回事啊 娘娘 您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最好还是明日再来 今日怕是不行啊 曹公公 这是我给皇上做的吃食 刚出过锅还热乎着呢 等皇上饿了 你把这两个篮子给他 曹中前心下一洗 皇上从早上开始到现在 都还没用膳呢 这位娘娘做的吃食 皇上一向喜爱 等一等 我还是留张字条吧 皇上 娘娘特意从冷宫 给您烧了一些 亲手做的吃食 您看 要不要尝一尝 撑上来 这是什么吃食啊 朱包子的味道 顿时飘满了整个御书房 跪在地上的官员们 顿时吞了吞口水 从昨日下午被叫进宫之后 就一直跪到现在 三餐未用 滴水未尽 此刻闻到了肉包子的味道 顿时肚子就不受控制地叫了起来 听曹公问刚才的话 这似乎是被打入冷宫的 那位娘娘做的 也不知道做的是什么吃食 竟然这么香 皇上 娘娘还给您留了张字条 皇上 冷宫发现 母铲石蛋的粮食小麦 母铲石蛋 寻他进来 回皇上 娘娘已经回宫了 害人立刻宣他过来 这 臣妾见过皇上 起来吧 谢皇上 爱飞 纸条上所说 母铲石蛋的粮食 可是真的 既无觉这短短的一句话刚刚落下 底下那些刚才还摇摇晃晃的大臣 忽然身形一阵 母铲石蛋 是他们跪得太久了 连听觉都产生幻觉了 尤其是跪在前面的那位户部尚书王行之 在听到母铲石蛋的粮食以后 身子明显一跤 他身为户部尚书 掌管国家粮仓 他比任何人都要明白 这母铲石蛋粮食的重要性 若是这消息属实 那将是东兰国的福瑞之兆呀 顿时 他提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竖起了耳朵 听着纪无觉和陆云罗的对话 回皇上 臣妾说的自然是真的 臣妾去年在冷宫的地里 发现了这种粮食之后 就用这粮食的种子 在荒地里种了粮母 现在已经到了成熟阶段了 皇上若是不信的话 可以派人去冷宫查看 母铲多少 一看便吃 你给朕做的这个吃食 用的便是你所说的 小麦做出来的 回皇上 正是 方形的叫馒头 里面是实心的 比较耐机 口感也不错 圆形的叫包子 里面可以包上 自己喜爱的馅料 都比较容易携带 而且 小麦还可以做成 其他各种的饼或者面 这种饼还有面 晒干了以后 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 陆云罗细细地讲着 小麦能做的各种吃食 说着 她示意曹公公 将这篮子里的包子 给地上那些大臣 一人分上一个 曹中全看了看 纪无杰的脸色 见她没有反对的意思 这才叫了两名宫女来 给这些大臣们 一人发了一个 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 吃到这种美味的食物 那感觉真的难以形容 就好像吃的是 人间最美味的东西一样 比豆腐和米糊 不知强了多少倍 这肉包子的味道 这些人 怕是这辈子都忘不了了 过了一会儿 纪无杰派人去司农寺 叫了几个农官过来 一行人带着宫女和太监 浩浩荡荡地去了冷宫 司农寺的农官们 一见这片金黄的麦子 顿时一脸星系 每个人拿着工具 开始仔细地研究起来 纪无杰的目光 落到了眼前 那抹灵动的身影上 悦加的深邃 这女人 不仅会观星之数 能准确地预测到 两天之后的天气 还懂得治理预防 旱灾之事 如今又给她带来了 小麦这等 高产量的新品种粮食 这样的女子 绝对不是十几年的 规格生养能养出来的 她身上的谜团 似乎越来越多了 冷宫发现了 亩产千斤的粮食的消息 一夜之间 就传遍了整个皇宫 这个消息震惊了朝野内外 若是真有这样的粮食 那对东兰国的百姓来说 将是天大的恩赐 一时之间 涨起来的粮价 忽然有了往下跌的趋势 朝堂之上 对于小麦的事情 也是讨论的热祸朝天 首先 关于这小麦 到底谁来负责种 包括怎么种 种哪里 都是大问题 面对这种新的品种 谁也不知道 她对环境条件 和气候土壤的要求是什么 这些都需要私农寺的人 慢慢去研究 当时有一名农官提议 既然这小麦 是在冷宫发现的 那么说明 这小麦肯定适合 冷宫的土壤条件 为了保险起见 最好下一批 在冷宫的地里失重 这个提议 倒是很多大臣都同意了 可是种地的地方解决了 这种地的人 应该派谁呢 要知道 想去冷宫 就必须要监管后宫 一般情况下 后宫除了皇上 和太监宫女之外 任何人 是不得随意出入的 一时之间 大家又犯难了 直到那户部尚书 王行之说了一句 那两母弟的麦子 是冷宫的那位娘娘 亲自种出来的 她有这方面的经验 自然是最佳的人选 整个朝堂之上 忽然鸦雀无声 冷宫的那位娘娘 可是叛国之臣 陆定远的嫡女 这小麦可不同于 其他的一般农作物 她是能够亡产 时代的新品种 是东兰国百姓的 希望和寄托 若是真让她种出来了 那她将会收获 无数百姓的民心 这样的结果 是盯着那些皇后 之位的大臣们 所不愿意看到的 可他们又不能提议 让他们暗中支持的娘娘 去揽下这个差事 他们总不能 让皇上也把 那两位娘娘 打入冷宫吧 既然钟爱卿 都没有意见 那就这么定了 你指 奉天成运 皇帝诏约 罪赴陆氏 念其发现 亩产十段粮食 立下其功 功过乡底 免除罪赴身份 解除幽禁 即日起 此宫女四十 太监四十 负责粮食播种 往明年 能够造福东兰百姓 以安设计 延绵圣恩 金子 谢主龙恩 陆云罗接下圣旨 对这道旨意 倒是十分的满意 他之前还担心 就决让他搬出冷宫 再给他封个妃什么的 现在看来 是他完全多虑了 圣旨里 对他的位分和皆品 只字未提 除了他脑袋上 没有了 罪臣之女的身份之外 一切照旧 而且 还能光明正大的 出入冷宫了 现在的冷宫 相当于只是一个住所而已 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 陆云罗将圣旨收起来之后 发现曹中全还没走 顿时想起来 一般宣读圣旨 都是要打赏的 正要掏银子的时候 哎哟 娘娘啊 是这样的 皇上啊 让奴才特地来问您一下 您这几日 有无夜观天下 可知道明后两日 是否有雨水下降啊 自从上次下过一场大雨之后 就再也没下了 他有这样的担忧 也是正常的 当下便找来纸笔 写下未来几天的天气之后 就交给曹中全了 下午的时候 内务府的人来了一趟 拉了满满一车的物资 以及几十套的农具 现在的冷宫 和以前可不一样了 这里面种的 是东南国所有人 都期待的粮食 宫里宫外 有多少双眼睛 都盯着这里呢 内务府的人 自然不敢再怠慢 尤其内务府的总管 无意中查了这大半年来 给冷宫的供给物品时 发现 竟然在这位娘娘 进了冷宫后没多久 内务府便无缘无故的 就断了这边的吃穿用度 更奇怪的是 内务府的总管 竟然怎么也查不出 当时负责给冷宫送饭的 是哪一位太监 这个消息 把内务府的总管 当场就惊出一头冷汗 他可是记得当时 皇上曾下令 给冷宫的吃穿用度 必须按照皇后的规格来 于是这几天 内务府给冷宫送物资 总是特别的勤快和周到 生怕这位娘娘 在皇上面前提起之前的事 内务府的人走了之后 内庭司的人也来了 带来了四十名宫女 和十名太监过来 银双简单地做了一下登记 又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就让他们先回去了 等明日早上再来 走的时候 陆云罗让银双 给他们每人都发了 一个馒头和两个包子 宫女和太监们没想到 来冷宫的第一天 还没开始干活呢 就吃到了传说中 母产食蛋的粮食 所做出来的吃食 冷宫的那位娘娘呀 这一次算是立了大宫了 皇上下旨免了 她的罪负身份 还给她几十名宫女和太监 让她在冷宫 好好地将这小麦种出来 立了这么大的宫 哀家倒是 应该给她赏一些东西才是 去冷宫传她过来吧 是 太后的人来到冷宫的时候 正是晌午最热的时候 陆云罗正蔫蔫的 躺在床上午休 这几日 内务府的物资 都是一车一车地往这送 冰块也送了不少过来 倒是不用自己再动手做了 光用内务府送来的 就已经足够了 岸上放着一盆盆的超大冰块 陆云罗还是觉得有些燥热 想着要不要趁没人躲到自己的空间去 说起来呀 这空间还真是神奇 永远都是四季如春的舒适温度 夏季的时候躲进去鼻鼠倒是极好的 前门传来一阵动静 似乎是有人来了 因为离得远 她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没过一会儿 周嬷嬷就进来说道 娘娘 您兴宫的和嬷嬷来了 说是太后要见您 太后 据老奴所知 这太后 是皇上生母的亲妹妹 在皇上六岁那年 皇上的生母就因病去世了 后来 便养到了太后的宫里 皇上对她 也一直是敬爱有加 这次 上您去宁心宫 估计十有八九 是因为这粮食的事情 周嬷嬷的脸上有些担忧 怕陆云罗应付不过来 不过想想 既然要在后宫立足 这些勾心斗角的事 是免不了的 陆云罗坐在镜子前面 任由周嬷嬷捣吃 这次去见太后 和她平常出门溜达 那可是不一样 穿什么样的衣服 戴什么样的首饰 梳什么样的发型 都是有讲究的 若是随意了一些 一顶不敬长辈的帽子扣下来 够她何以胡的 娘娘 您这几是做出来的馒头和包子 可有送到过您新宫 完了 难怪太后要找我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迹给忘了 冷宫发现新品种的粮食 做出来的吃食 不仅好吃还耐机 而这样的新鲜吃食 她除了给皇上拿了一些之外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 送一些给太后尝尝些 反而都分给她那些 在冷宫做活的下人了 这让太后怎么想 联盟让银霜去将厨房剩余四百多斤的面粉拿出来 一分为二 一部分让人送到树心殿去 还有一部分 等会儿带着送到宁心宫去 臣妾 见过太后 这张脸 太后那双深不见底的眸中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 起来吧 谢太后娘娘 你们两个 将这袋小麦粉 送到太后的厨房去 是 太后娘娘 这袋面粉 便是用小麦磨出来的 前两日就想给您送来了 不过一直在忙农地里的事 这才耽搁了 还望太后娘娘不要责怪臣妾送得迟了 你倒是有心了 你在我面前 倒也不必这般拘束 绝儿登记之前 你便已经过门 说起来 若不是之前受了你爹的影响 被打入冷宫 你应该早已册封为后 如今 你立下这般的功劳 便是现在立后 朝中那些大臣即便反对 也是无用的 太后娘娘 后卫之事 皇上自有定夺 臣妾如今 只想在冷宫 好好地把麦子种出来 造福百姓 之前后宫空置 你有这等想法也就算了 可如今 皇上纳了两位新贵人入宫 你却还是这般的不思进取 你可知道 国不可一日无后 若是没有皇后执掌后宫 必然会引起各方势力的争夺 将会导致后宫内乱 江山不凡 哀家一直以为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现在看来 是哀家错看你了 太后说到最后 竟然是怒其不争的样子 陆云罗跪着 不敢轻易地接话 她实在是拿不准 这太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说第一次见面 就在鼓励我去征后卫吗 她并不觉得 这太后会那么的好心 罢了 今日是你第一次来宁兴宫 哀家就全当你说的是孩子气话吧 起来吧 陆云罗本来还以为 这太后肯定是要刁难一番 却没想到 这么轻易地就松了口 顿时起身 行礼道 谢太后娘娘 接下来 太后便询问起了陆云罗 这大半年来在冷宫的生活 倒是没有再提起后卫之事 谴聊之中 太后似乎对陆云罗 越发的满意了 看向她的目光 也充满了赞赏之意 不知为何 这太后越是用欣赏的眼神看她 陆云罗这心里就越是发毛 你要问她原因吧 她也说不上来 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字 女人的直觉 临走的时候 太后又赏赐了一堆的东西 金银首诗 华贵布匹等等 陆云罗从宁新宫 带着一大堆赏赐的东西 回到冷宫 终于不用再维持 娘娘的气度了 一屁股葛幽瘫的 躺在木椅上 喝着银霜端过来的冰镇果汁 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银霜这丫头怎么回事 娘娘 您真的得宠了 皇上今晚又翻您的牌子了 这季武爵怎么又翻我牌子了 难道是蓝贵人失宠了 还是那姚贵人还没有学会小黄书上的动作 这才几天呢 又要让我试钱 上一次装病 季武爵就没相信 这一次 他要是再装病 季武爵恐怕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陆云罗正头疼着呢 周嬷嬷便进来了 一看陆云罗还在椅子上坐着 他顿时就急了 银霜 赶紧给娘娘舒服打扮啊 等会接人的教练可就到了 银霜甚至翻出了成情石 带进宫里来的首饰盒 在里面挑了一只红匪玉镯 戴在了陆云罗的手腕上 这只红匪镯子 他之前就打过主意的 想要在宫里建卖掉换点吃的东西回来 当时银霜说什么都不让他拿去卖了 死活给拦了下来 后来挣到了银子后 便也把这只玉镯给忘了 弄完装发之后 周嬷嬷把银霜赶出了房间 娘娘 您从小母亲过世的早 是老奴一手看着您长大的 您和皇上成亲也这么久了 今晚终是要圆房了 陆云罗看了周嬷嬷一眼 看来 他上次差点把纪无绝嫖了的事 银霜并没有告诉他 银霜这丫头不错呀 否则那事要是给周嬷嬷知道了 必定要说教上好几天了 老奴这两日在宫里 拖着买了一本小册子 趁着接着的教练还没来 娘娘先看一下 娘娘 老奴知道 女儿家见到这厕子 难免都会害羞 可在这宫里 您若是不了解这些宫规之事 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周嬷嬷看到陆云罗一脸惊呆的模样 还以为是陆云罗害羞了 开启苦口婆心的模式劝说道 随后又开启了讲解模式 陆云罗此刻终于知道了 什么叫做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 这是什么魔鬼剧情啊 他要在这里听周嬷嬷 给他讲解他画出来的春宫图 这算不算自己挖坑 自己挑 周嬷嬷 这本册子你花了多少银子买的 老奴一共花了五百两 当时卖给太监的可都是十两银子啊 转了一下手直接就翻了五十倍 真是销售人才啊 不知道是哪个太监这么会做生意啊 要不要打他一下弄过来 以后专门负责销售 娘娘 你有没有再替奴才说话呀 嬷嬷 金人的教年已经来了 何姑姑见到梳洗后的陆云罗 某种顿时闪过一抹惊艳 没想到 这冷宫中的娘娘 竟然有这般的绝世风姿 上一次带来的不是时候 倒是没有看到这位娘娘的真容 娘娘请吧 脸上虽然恭敬 可这语气却有着一股 势在必行的气势 上一次来 这位娘娘装病咳嗽吐血 她没有接到人 回去之后 因为她的原因 被上头罚了整整三个月的利盈 今日 无论这娘娘是吐血也好 是晕了也好 这人她就是扛也得扛回去 何姑姑 本宫有些头痛 不如 奴才就怕娘娘身体不舒服 这不 竟是把太医也带来了 娘娘 请伸手 容臣给您把脉 唉 好吧 正是把她所有的后路 都给堵死了 她仰天常态 不就是事情吗 大不了到果棉被缓结的时候 她自己走着去就是了 她执意不脱衣服 还有谁能扒了她的衣服不成 想到这儿 陆云罗拎起群改 在众人的注视下 上了那顶金冠鸾顶的凤架 那叫脸上坐的是谁啊 我刚才偷偷看了一眼 那容貌简直惊为天人 迷霞宫和流云宫都不在这个方向 我瞧着应该是从冷宫出来的 上面坐着的应该是冷宫的那位娘娘 冷宫的娘娘 就是那位在冷宫发现了能够母产时代粮食的那一位娘娘 当然了 这冷宫一共只关了这一位 不过现在看来 冷宫的这位娘娘怕是要翻身了 可不是吗 有那样一张青石之言 翻身是迟早的事 凤年在树心殿的大门停下 进去之后 就直接被人带到了偏殿 沐浴熏香 重新熟悉打扮 身旁有专门的嬷嬷 一直在给她提点 事情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等到全部弄完 时间也差不多了 陆云罗预想中的 脱光的裹上棉被 抬上龙床的一幕 并没有出现 她悄悄地问了问何姑姑 何姑姑说 那是品件在贵人以下的嫔妃 才会如此 而且 能够直接进入树心殿 沐浴熟悉 那是皇后才有的待遇 其他的嫔妃想要试弃 除了皇上上门灵性之外 那都是只能抬到树心殿 旁边的院落里 然后走偏门才能进来的 得知不用脱光了 裹棉被的时候 陆云罗的心情大好 早说嘛 她也不用折腾出 那么多事来了 等了半天后 觉得有些无聊 便在几个房间里 砖了一下 竟然让她发现了一架 古木红琴 不知为何 她看到这把琴的第一眼 就觉得好熟悉 不过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之间服过琴弦 顿时发出一串 好听的音符声 这琴的音色不错 她融合的记忆里 园主从小就跟着京城 最有名的乐曲大师学艺 在音律上的造诣 还是挺高的 看着这古朴的木琴 顿时有些手痒 刚一落座 脑子里就涌出了凉凉的曲谱 指尖轻触 顿时一段优美流畅的琴声 如行云流水一般 在指尖乱掩 陆云罗谈得非常投入 以至于纪舞爵来的时候 她都没有看到 纪舞爵站在门口听了许久 最后 目光落到了陆云罗手腕上 那只红匪玉琢石 原本就森寒的毛子 更如深渊一般 令人捉摸不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曲结束 陆云罗浑身舒坦 没想到弹琴也能这么过瘾 娘娘 曹公公刚才过来传话说 皇上说今晚批奏折 怕烧到明早了 娘娘若是烦了的话 便可以先歇着 皇上今晚不来了 宫女想了想 皇上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于是就点了点头 那我现在能回冷宫吗 回娘娘 皇上的意思是 让奴婢们好好照顾您 陆云罗顿时一脸失望 不能回冷宫 让他一个人对着这空荡的屋子 那多无聊啊 现在估计也就晚上八九点左右 这个时间让他躺到床上 哪里睡得着 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了 那宫女绿威的身上 绿威被他看得极为不自在 谁探着问道 娘娘 您可是还有其他吩咐 陆云罗笑得一脸灿烂 当然有 这禁军统领叶峰 从小就是纪乌爵的跟班 在纪乌爵还是太子的时候 就被纪乌爵扔到了神魔营里 自生自灭 两年之后 才终于从那个地狱一般的地方 爬了出来 纪乌爵登基之后 就对他为以重任 成了禁军统领 掌管五万禁军 维护京城的安全 你又输了 他本来都已经睡下了 下人通报 说是皇上让他现在进宫 他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 皇上连夜宣他入宫 竟然只是为了陪他下棋 叶峰输了三十六盘棋以后 纪乌爵终于招来曹中全 问了一下树心殿的情况 回皇上 树心殿那里 娘娘似乎待得挺好的 挺好是什么意思 皇上啊 奴才觉得您还是亲自去看看 比较妥大 三个五 带一对七 哎呀 正好 我手里有三个 三个九 带一对四 三个二 带一对三 有没有人要 没人要的话 我要出牌了 你们手里有没有炸弹啊 有炸弹的赶紧招 不然娘娘手里的牌又做完了 我有 我有四个八 四个八也没用了 王炸 敌对三 耶 又赢了 爱妃 在朕的养心殿玩得挺开心的啊 皇上 奏折批改完了 这女人 胆子越来越大 居然敢顾问朕的事情了 你们先下去吧 皇上 要不要 来两把 皇上 有边境 加急密报 边境 这家伙是不是又要走了 果然 纪无解很快就大步离开了 不过走之前 回头看了他一眼 吓得陆云罗连忙将视线挪向别处 等到再也听不到脚步声了 陆云罗这才高兴的又把雪薇叫了过来 让他再去把绿薇红薇这两个宫女叫过来接着打盘 谁知 雪薇说道 娘娘 皇上临走的时候吩咐过了 让您今晚抄写福经 抄不完 明日就不准回冷宫 我太难了 陆云罗闲暇之余又进了空间研究起了火药 说起来这火药也研究了很多时日了 感觉每次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就能成功 这一次陆云罗决定 按照上一次的比例做一个细微的调整 在空间里面 他对于每一样材料分量都能够敏感地捕捉到 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时 他小心翼翼地加入最后一份材料 以前每次都是在这个地方失败的 这一次他屏住呼吸 高度集中注意力 隔了许久 都没有发生像前几次的爆炸 陆云罗松了一口气 终于成功了 迈出了这一步之后 接下来的步骤那就简单多了 他在空间捣鼓了一下午 成功地把火药给研制出来了 他在空间里面找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想要试验一下火药的威力 在给火药的引线点了火之后 他快速地扔到角落 随后跑到很远的地方 砰的一声 火药在角落里爆炸了 一阵尘土飞扬 陆云罗甚至感觉到了空间的地面有隐隐的晃动感 待尘土落地 入目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坑 目测直径能有两三米左右 要知道他刚才仅仅只是试用了一点点就能有这么强的破坏力 陆云罗暗自心惊 这火药的威力果然厉害 目光一扫 看到坑洞里有一小钉的黄色物体 他狐疑地走了过去 捡起来一看 顿时眼睛睁得老大 这是黄金 陆云罗仔细地检查 这地下很有可能是一条金矿 这可是金矿呀 他的空间里竟然有一条金矿 那他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努力挣钱了 每天躺在这个金矿上睡觉 想要用钱了就直接挖出一点来就行了 陆云罗想到以后的美好生活 顿时觉得无比的幸福 正想着要不要再弄些炸药 把地上这条金矿给炸开的时候 眼前的那个坑变小了 陆云罗傻眼了 嘿 这地还带自动复原的功能呢 他脚底下的那个大坑 已经复原如初 变成平地了 仿佛刚才这块地方 根本就没有被炸过似的 陆云罗不甘心地又弄出一个火药来 这一次的分量比刚才那一份可是多了好几倍 这一次被炸出来的坑比刚才的大了许多 可是 这坑复原的速度也比刚才快多了 陆云罗算了一下时间 也就是五秒左右 地面又再次恢复原状 像这样的复原能力 他就是炸出再大的坑 也来不及挖金矿呀 看来 这个金矿 是只能看不能用啊 这一天 纪乌结下了早朝之后 咒着梅 瞪着桌子上的吃石 这个吃石看上去 就像一块石头一样 又硬又实 拨开一闻 一股酸味就扑鼻而来 他不悦地扫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长公公 这 就是你研究了三天 蒸出来的馒头 回皇上 厨子吃了很多次 这面团不管上锅怎么蒸 他出锅之后都是酸的 而且不管怎么试 这馒头出锅以后 都是这样又硬又实 程公公简直快哭了 天知道 他为了能蒸出馒头来 在御膳房盯了两天两夜 到现在都没合过眼 可不管几个厨子怎么试 结果都是这样 皇上说的那种白白胖胖 又松又软又香甜的馒头 他真的是做不出来呀 明日若是再做不出馒头 就给真卷铺盖走人 程公公被骂了一通 回到御膳房之后 决定亲自去冷宫 求一求那位娘娘 因为到了饭点的时间 几位大厨都在忙着做饭 他便叫上了小李子 让他装了一些面粉 就出发了 两个人来到冷宫的时候 一开始当职的太监还不肯放人 毕竟程公公这趟过来 并没有皇上的受益 程公公 你们怎么来了 阴霜姑娘 我师父她做了几次馒头 怎么都生不出来 这不 师父带着我来冷宫 想求娘娘指点一番 学做馒头啊 那你们先登记一下 我去向娘娘禀报 阴霜姑娘 能方便问一下 你和小鹿子 都是在冷宫当差的吗 师父 为何阴霜姑娘 刚才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该问的就别问 小心你头上的脑袋 那小鹿子 身份必定非同一般 上一次 皇上为了找他 那可是都找到他院子里去了 那样的身份 你敢打听吗 在宫里 想要活得久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行了 银霜很快就回寝宫 和陆云罗说了这事 银霜过来通报的时候 陆云罗正在打理后院 听到程公公的来以后 联盟让银霜 去把他带进来 这馒头 如果没人交的话 自己是很难争出来的 这程公公以前 也帮了他不少的忙 他现在既然找到了冷宫来 于情于理 他都应该帮一下 等会儿娘娘出来的时候 记着眼睛 可别乱看呢 知道了 师父 奴才御膳房长室公公 成方 奴才御膳房太监小李子 见过娘娘 起来吧 我这边没有那么多规矩 娘娘让你们起来呢 谢娘娘 倒是小李子 她是实在是想不起来 这声音在哪里听过 于是用眼角的余光 偷偷地看向 这一看 可是把她吓了一大跳 顿时立马忘了 程公公刚才的叮嘱 抬着头 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这位 笑意盈盈的娘娘 这不是小鹿子吗 师父 这小李子怎么回事 这可是在娘娘面前 要注意规矩的 于是 程公公便当作没有听见 师父 你快看 娘娘 程公公 好久不见了 这不是小鹿子吗 她知道小鹿子的身份不简单 可从来没想过 这小鹿子竟然是女儿神 而且还是冷宫的娘娘 想到她之前 虽然帮了小鹿子不少的忙 可也没少欺负她 经常抢她的东西吃不说 还以帮她带东西为由 暗暗要挟她 给她做好吃的吃食 甚至她每一次 帮她带宫外的东西时 还要收高额的跑腿费 想到这儿 程公公的脑门上 冷汗残残 顿时又吓得跪了下来 娘娘饶命 奴才之前并不知道您的身份 还请娘娘 原谅奴才之前的混账行为 原谅当然可以 不过 你得将你院子里头那坛 埋了二十年的女儿红 给本宫赔罪才行 娘娘放心 奴才这就让人 不对呀 埋在树底下那坛 二十年老酒 只有我自己知道了 这娘娘是如何得知的 莫非 娘娘 那酒可是被您 虽然是早就被本宫挖出来了 小李子 味道不错吧 这小子 竟然也敢偷我的酒盒 那可是我珍藏了二十年的酒啊 师父 您别打我 是娘娘让我挖的 你竟然敢往娘娘身上推责任 今天回去之后 看我怎么好好收拾你 他埋了二十年的酒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 程公公忽然很想哭 这小鹿子 不 这娘娘也太狠了 我听医生说 你们是来学蒸馒头的 医生馒头蒸得不错 你们下去跟他学吧 多谢娘娘 日子就这样 不紧不慢的过了很多天 三百多亩的荒地更完之后 小麦已经全部种到了地里 一共种了两百亩左右 二十四小时 有人在巡逻堪护 种完地之后 除了浇水之外 大部分人都开始闲了下来 陆云罗就把这些人 全部都调到了美食部门 闲下来的人 全部都开始制作冷饮 冷饮成型的模具 以及小木棒 包着冷饮的纸 全部都有内务符定做好 送了回来 这些并不属于 宫中的日常开销 因此 都是陆云罗出银子买的 在教了众人 制作冷饮的方法之后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石头一碰水 竟然就能做出冰块来 这简直太神奇了 而且这种石头 不是随便什么石头都可以的 必须是冷宫地里 独有的一种石头 再想到亩产石蛋的小麦 众人都觉得 这冷宫这地方太神奇了 冷宫外面的围墙处 被陆云罗撬掉了一步 改建成几间 不大不小的店面铺子 其中一间已经装修好了 用来做冷宫的小麦布 以后 专门零售美食部门 生产的各种吃食 冷宫小麦布的抬头往上一挂 这小麦布 就算是正式挂牌营业了 装午的时候 冷宫美食部门 已经生产出了 五百多只的盐水棒冰 命人将棒冰 全部装进了特制的双层木桶里 中间的夹层和底侧 都装上了冰块 将冷饮放进去后 盖上盖子 再盖上一层 定制好的厚厚的小棉被物上 柴人送到了前头 给当职的侍卫 每人免费发生一支 用来做宣传 午后 因为天气炎热 再加上冷宫地处偏僻 冷宫小麦布的门口 根本就没什么人来 一个冷饮都没有卖出去 陆云洛便决定 收拾东西 去前面摆地摊去 娘娘 现在外面正热着呢 您看 您不如找两个宫女和太监去吧 是啊 娘娘 无妨进来 哪有娘娘在宫里 亲自摆地摊卖东西的 这要是被皇上知道了 怪罪下来可怎么办呢 你们两个要是不放心的话 就跟着我一起去 我研究过宫里的规矩了 摆摊卖东西 并没有坏的规矩 安了 陆云洛在准备完之后 和阴生两个人 拎着两个特制的大木箱 就出发了 第一站 直奔皇宫的大内食堂 这会儿正是 各宫下人交接班 吃饭休息的时候 附近是宫女和太监的 集体宿舍 现在去那里 刚好能赶上 吃饭的那波人流 将早就准备好的布 往地上一扑 两个木箱就摆在上面 因为冷影容易化 因此不方便拿出来 准备好之后 陆云罗就扯开嗓子 喊了起来 冷宫小卖部 开业大仇宾 一只冷影 不要九九八 不要九十八 原价一十八的冷影 现在只要九文钱 九文钱 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买不买没关系啊 过来瞧一瞧啊 看一看 全场只有九文钱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陆云罗这嗓子一开 顿时吸引了好多人的注意 也许是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在宫里摆摊卖东西 也许是陆云罗那 独特的广告词 也或许是冷影二字 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 要知道 冷影啊 那是宫里主子 才能吃到的稀罕物 怎么可能会随便拿出来 这么便宜的 卖给他们这些下人呢 什么样的冷影 自然是冰镇的知识 这个冷影 是盐水棒冰 可以帮助补充体内丢失的盐分 众人看到银双手里的那只冷影 虽然外头裹了一层纸 不过还是能够看到 外面散发着缕缕的寒意 顿时都吞了通口水 这样的冷影 真的只要 九文钱 要知道 他们虽然不是主子身边 贴身伺候的下人 可他们的利盈 每个月也有一两银子的 九文钱就能买到一只冷影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太实惠了 九文钱在宫里 甚至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 众人看到银双手里的那只冷影 虽然外头裹了一层纸 不过还是能够看到 外面散发着缕缕的寒意 顿时都吞了通口水 给我来一只 给我也来一只 我也要 顿时一堆人都涌了上来 没过多久 一百二十只的冷影 就买了个大班 露营罗摆摊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 纪无绝的耳朵里 去冷宫的小卖部 陈镇买两只冷影过来 皇上 您要是想吃的话 可以叫娘娘给您 乔中全想说 直接让娘娘宫里的人 送过来就是了 哪还用得着买呀 可正说着 就收到了纪无绝冰冷的眼神 联盟吓得将剩下的话 给咽到了肚子里 皇上这是和娘娘 闹什么脾气 何不愧去 是 宁心宫 太后正在闭目养神 听着何嬷嬷刚刚打听来的消息 冷宫那位娘娘 今日开了一个铺子 专门买一些冰镇的吃食 现在宫里许多的宫女和太监 都跑过去冷宫买了 在宫里开铺子 她倒是接铃 要不要老奴去提点一下 虽然这在宫里卖吃食 并没有违反宫里的规矩 可她毕竟也是一位娘娘 这么做多少还是有点损了皇家的威严的 不用了 你且去一趟冷宫 买上一些回来 给咱们宁心宫的下人 一人赏一只下去 太后竟然是有意 明面上支持冷宫娘娘的做法了 陆云罗和银双回到冷宫的时候 小卖部的门口 抬起了长盾 看来这摆地摊引流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明天倒是可以继续 冷宫小卖部卖冷饮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皇宫 冷饮在皇宫大受欢迎 除了太监和宫女会过来买之外 就连刘云宫的蓝贵人 也拆了身边的天生宫女过来买 蓝贵人果然是财大气粗 每次一来至少都是一百只 听说是买来给自己宫里当差的下人发的 每人一个 说是以后只要天气炎热 在刘云宫当差的下人们 每天都会有这样的待遇 后来 黎霞宫的姚贵人也派人前来购买 刘云宫的下人都有棒冰吃 但黎霞宫自然也不能落到别人后头去 小卖部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其他的大臣暗中找了一些太监和宫女 出银子让帮忙去冷宫小卖部 买上一些 带回家给自己家里的女卷尝一尝 据说买六十只冷饮就送特制木箱 木箱可以保持两个时辰不会化开 放到自家的冰窖里能吃上好一阵 一时之间 宫外的名门贵女都已能吃到冷宫的冷饮美容 尤其是这几天 冷宫小卖部又推出了其他口味的新品种 如用手工炮制做出了各种口味的果酱冰沙 水果味的奶昔 以及各种冰烙和冰中 当然了 这些的价格肯定就更贵一些了 这些花样百出的冰镇甜点吃食 似乎打开了他们新世界的大门 这些冰镇甜食 迅速地掳获了众多高能贵妮的一片芳心 对冷宫的这位娘娘也产生了极高的好奇之心 在冷宫小卖部推出新品种的第二日 刘云宫过来买冷饮的小宫女 直接杀过来 扔下了一大块明晃晃的金子 口气极为嚣张 我叫兰贵人说了 把你们店里所有好吃的东西全部都要上一份 而且以后有任何新品种的吃食 都要第一时间送到刘云宫来 穿透大的金子直接把小卖部的宫女吓了一跳 联盟通知了陆云罗过来处理 陆云罗也被这大块的金子给吓了一跳 这刘云宫的兰贵人果然是财大气足 不仅有些好奇 这兰贵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传闻刘国的这位公主 嚣张跋扈 雕蛮任性 可她倒是没怎么看出来 财大气粗嘛 倒是真的 之前的荷花酒 就在这兰贵人的手里赚了不少的银子 陆云罗想不通 唉 不管了 反正只要来她宫里买吃食的 那都是上帝 陆云罗笑眯眯的收下金子之后 立刻就给刘云宫的兰贵人 升级成冷宫小卖部的超级VIP客户 以后 只要刘云宫的人来 不仅可以不用排队 还享受店里所有东西的八折优惠 而且 以后的美食部门 只要出新品种的吃食 都会第一时间给刘云宫送过去 那宫里这才领着身后一堆 拎着木香石河的下人走了 陆云罗看着手中的金子 想到了自己空间 哪挖不出来的金矿 心又微微一痛 他什么时候也能过上这种灰金如土的生活呀 这一天 请了几天试下的清军统领叶峰 刚已入宫没多远 就看到轮班下来的侍卫 一人手里拿着一只 说不出名字来的吃食 会一起吃着 手中的那吃食看上去 还冒着丝丝的寒气 是冰块吗 看着又不像 连忙找了个人问问一下 这才知道 原来是冷宫的那位娘娘 成立了一个美食部门 研究出了一种能够在夏日制作出冷饮的方法 看他们大热天的值班辛苦 特意给他们美人发的福利 到今天已经发了低丝天了 又冰又凉又好吃 一口下去 浑身舒坦 叶峰顿时就觉得心里不平衡了 这宫里的皇城十二位 还有这等的好待遇 想到他们进军 日日在烈日下暴晒训练 却什么都没有 甚至这两个月来 还因为中暑 死了好几个人呢 顿时就觉得皇上不公平 皇上 我们五万进军 每日顶着烈日 在皇宫外围寻常 其余的 也都在烈日沿沿下训练 上个月光是中暑 就死了六名士兵 您看 能不能给我们进军 也给一些这样的待遇 皇上 您让买的冰粥 小麦布已经卖完了 不过 买到了一份黄桃味的冰淇淋 和两只绿豆冰吧 这冰淇淋 还是娘娘特意给您做的 小麦布都买不到的新品 只有这独一份 娘娘还给您打了折 一共只花了五十文 曹公公 您刚才说 您手里的冷椅 是皇上花五十文买的 是啊 怎么了 曹公公一副奇怪的模样 看向叶峰 皇上买东西吃不正常吗 叶峰感觉哪里不对劲 可又说不上来 太诡异的感觉了 纪屋间拿起勺子挖了一口 入口又冰又凉 带着香浓的奶味 和清香的黄桃味 味道确实不错 和昨日那冰粥比起来 又是另外一番不同的滋味 陆云罗这女人 在研究做新鲜的吃食上 简直有一种惊人的天赋 无论是之前的馒头和包子 还是现在的冷饮 这样的冷饮 若是明年能够在民间推广 想必应该能避免许多百姓中暑的情况吧 你刚才说什么 接着说 皇上 您木箱里剩的那只冷饮 能不能让微臣也尝一尝 十两银子一只 十两 叶峰嘴一抖 他刚才明明听到曹中全说 一共才花了五十万 怎么给他一个就要十两银子 这明明就是趁火打劫 叶大同量 您看您还要吗 当然要 他倒要尝尝看 这冷饮到底怎么个好吃法 咬了一口 又冰又凉又甜 再咬一口 爽 就这样 一只冷饮 他三两下就吃完了 真香 这样的好东西 要是每天能给烈日里训练的兄弟们弄上一个 他这个才当上半年的大统领 绝对能赢得大片的人心 皇上 我一声可留说了 那外面的侍卖 每天都有一只冰镇的吃食 您可不能偏心 你说的有道理 反正如今 宫里的客户门 基本上都已经订购了 金军有五万 若是他每日多了这五万的单子 不知道那女人 会不会感激这 曹中全 带他下去登记去吧 叶大人 这边请 陆云罗听到来了一笔大订败 本来想亲自过去谈的 可是想到 后宫的娘娘没有皇上的允许 是不能和大臣私下见面的 便将要说的话 详细地交代了一番 传话的太监跑了两趟 才把这个事给定了下来 一天五万只冷饮 对于冷宫来说 可是一笔超大的订单 人手肯定不够 临时从内厅撕掉了不少人手过来 为了怕别人事后找麻烦 只要来他宫里干活的人 利盈都是从冷宫这边支出 冷宫美食部门 一下子就忙碌了起来 每天的订单 大概达到六万多只 再加上小卖不卖的 一天下来的营业额 大概价五百多两银子 抛弃成本 利润大概在四百两左右 一个月下来 能挣一万两千多两 但在夏季的最后一波 陆云罗赚了一万多两的银子 刚到了九月下旬 天气逐渐凉了下来 冷饮就开始逐渐卖不动了 冷宫的人 一下子又闲了下来 陆云罗只留下了少部分人 每天还做一些 放到小卖不卖 其余的人则全部开始耕听 冷宫还有一百多亩的地霉种 眼下到了秋天 便可以准备种土豆 和一些其他秋季类的蔬菜了 陆云罗每日早晨 安排一下个人分工 然后就无事可做 成了冷宫最悠闲的人 这一晚 他躺在床上 好好地思索着 接下来的打算 首先 种地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想要靠这个挣钱 至少得一两年以后的事呢 而且 他想靠种地挣钱的话 在皇宫里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即便他手上有许多 这个时代没有的粮食和蔬菜水果 没有一些大农庄 大批量的来种 就别想靠种地挣钱发家 而他后面弄的冷宫的美食部门 目前主要就是靠卖冰饮 这是季节性的吃食 只要天一冷 就没人再买了 即便他再推出一些 像奶茶之类的热饮在宫里 肯定也不会像冷饮那样果报 主要是受众有限 宫里主子少 吓人多 估计也只能挣些小钱 大钱是肯定挣不到的 若是在宫外 他肯定能保证 冷饮和奶茶能席卷整个京城 甚至风靡整个东南国 那都是有可能的 可惜啊 他在皇宫 根本就没办法实现 陆云洛想了很久 决定还是将出宫的计划 提上日程 挣不到足够的银子 就无法发展自己的势力和人脉 更别提去调查大半年前的那场宫变了 出宫这件事 他还得好好的筹谋才行 挣银子也不能停 不过得好好想想 在宫里还能再卖些什么 比较容易挣钱 而这半个月里 季无觉除了每日会差人过来 买一些冷饮之外 一直也没有再来过冷宫 宫里的人都在猜测 冷宫的这位娘娘 是不是已经失宠了 虽说这大半个月来 冷宫发现亩产实弹的粮食 和各种夏季冷饮 让冷宫这位娘娘 在皇宫里出足了风头 可风头过去 最终要看的 还是能不能得到皇上的宠爱 这才是能不能在宫里 立足的条件 冷宫的这一位 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 皇上也只是免了 他醉醇之女的身份 连一个品阶都不存给他 甚至现在 都已经不再翻冷宫的牌子了 反而倒是解了足尽的蓝贵人 总是被皇上宣到树心殿 一时之间 蓝贵人在宫里风头大声 同时 宫里头也开始忙起 中秋晚宴了 临近晚宴的前一天 陆云罗从空间出来之后 看了一眼石碑上的天气预报 看到明天有雨 这才想起来 自己贴在外面墙上的天气预报 好久没有更新了 出了空间 他将未来七日之内的 天气情况写了下来 让人贴了出去 弄完之后 开始动手准备挤 给太后的寿礼来 医生 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娘娘 都在厨房放着呢 都出去吧 周嬷嬷 你说 娘娘该不会是蒸一锅馒头出来 作为寿礼送给太后吧 阴霜惊怡不定的问道 娘娘要的东西里 有她去御膳房要来面粉 除了做馒头之外 她想不到娘娘还会做什么了 虽说除了宫里的这些人 其他人很多都没吃过馒头 可馒头毕竟是吃食 送给太后 着实有些上不了台面 娘娘肯定会被别人嘲讽一番的 应该不是 周嬷嬷刚才明显看到了厨房案上 还有一些其他各式各样 五颜六色的蔬菜 也许是菜包子 两个人在门口猜了半天 也是猜不出来 反正至少确定一样 那就是娘娘给太后的寿礼 肯定是吃食 得到这个结论之后 两个人更愁了 这作为娘娘 寿礼给太后送吃食 也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两个人和计了一下 最后决定把周嬷嬷之前 提前准备好的玉珊瑚准备着 这玉珊瑚虽然不是特别的名贵 但好歹作为寿礼也能拿得出手 若娘娘的寿礼实在是不行 就把玉珊瑚拿出来 宴会的这天下午 周嬷嬷一脸焦急的 在院子里来回躲步着 眼看着下午的宴会就要开始了 可他们冷宫到现在都没有接到 可以参加宴会的通知 怎么样 问出来了吗 问到了 他们说 咱们娘娘没有戒品 没有资格参加宴会 什么没有戒品 要我看 就是看皇上这段日子 已经不来冷宫了 也不屑娘娘侍寝了 想着咱们的娘娘 肯定是失宠了 才会这么做的 娘娘 您这是 去参加宴会啊 穿越过来大半年了 还是宫里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宴会 他这么爱搜热闹的人 怎么可能不去见识一下 不让他用娘娘的身份参加 拿他用太监的身份 总可以了吧 宴会安排在御花园 除了皇上和太后的高台之外 两侧是长长的几台桌席 左边坐着的是男眷 右边坐着的是女眷 姚贵人今日是盛装出席 娇柔的脸上是淡淡的笑容 一举一动 竟显后宫娘娘的端庄与优雅 说不出的动人和美丽 蓝贵人 终帽也是极为的秀美娟丽 不过今日似乎并没有特意打扮 只穿了一身寻常的淡蓝色 幻花紧螺裙 头上简单竖了一个高高的云记 别着一朵简单的花式 虽然简单 不过看上去倒也轻心动人 说在平时 这样的姿色和打扮也算是不错了 可坐在盛装打扮的姚贵人身旁 就有些被比了下去 都说了 应该将那一套 从刘国带来的星月刘金群穿上才是 你看 现在风头都被别人抢了去 本宫反倒是成为一个陪衬的 那星月刘金群 是父皇在他出嫁之前 选了刘国最好的秀娘 用金丝银蟹 耗费整整半年才做出的裙子 他要是穿上那套裙子 哪能轮得到这姚贵人 在他面前放肆 娘娘 您忘了奴婢前头跟您说的 等会可能会下雨的 这大雨一下 穿再好看的裙子也没用 知不定还会当场出丑呢 你确定 朗宫贴的那什么天气预报准吗 娘娘 那朗宫小麦布里的人说了 少爷会下雨的前一天 那天气预报上 就写了会连去四天下雨 连时趁都没有自行出错 昨天晚上娘娘吵着要吃冰山 她才又去了一趟冷宫 正好看到了 钢铁上的天气预报 闲聊之下便多问了一句 这才知道 上一次的四天大雨 这墙上的天气预报 预测得连时趁都不差 原本她也是不信的 可问了几个在冷宫做农活的 宫女太监 都是这么说的 想来也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 这不 今日看到蓝贵人 要穿那星月流金裙 这才脸忙拦了下来 若是晚上宴会的时候 真的有大雨 那娘娘岂不是要当场出丑了 在她的几番全说之下 娘娘这才听了她的建议 换了一身方便简洁的装扮 还带了油散罐 你去冷宫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这宴会马上就开始了 可莫要让姐姐来烦了 那一脸担忧的模样 看着到像是和陆云罗感情深厚 情同姐妹 很显然 这番姿态是做给蓝贵人看的 你也去冷宫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记着 一定要第一个到冷宫找到姐姐 听到没有 是 纪无觉今日 一身暗紫色的金边龙袍 将她的身形拉得羞肠 鬼附神工一般的俊脸 完美的如同神奇一般 那一身闭靡天下的气势 仿佛羽生俱来 只是随意的往这边扫了一眼 就引起底下的千金小姐们的一阵惊呼和骚动 既无觉 东南国当今的皇上 是吴国公认的绝世美乃 还是太子的时候 就曾以一几尺力杀入敌营 灭掉敌人十万大军 立下赫赫的功勋 那一身的角色风姿 引得天下无数女人为之疯狂 可就是这样一名 令人举世瞩目的天之骄子 竟然被东南国的一名无名之辈 排到了美南排行榜的第二名 像我说呀 那美南排行榜根本就不公正 像皇上这般的角色风华 绝对应该是第一名才对 是啊 说不定弄美南排行榜那个人 就是嫉妒皇上的容貌 能配得上皇上的 或许也只有他了吧 谁 当然是秦城县的比语 陆约罗了 自从去年的京城越写大赛之后 他心中最为崇拜的女子 就是陆约罗了 不仅容貌出色 在音律上的造诣 更是登峰造极 在去年的京城乐曲大赛中 他创作的那首曲子 一夜之间风靡整个京城 虽说他也从小就学习音律 可他深知 自己是远远没有陆约罗那样的境界 自那之后 陆约罗变成了他最为崇拜的人 他还以为 那样的女子最终会嫁给陈旺爷呢 万万没想到 先皇的一道圣旨 愣是把陆约罗 嫁到了太子府 再到后面的丞相出世 玉花园偏僻的一个角落里 陆约罗惬意地坐在树顶上 不时地望着不远处的皇宫袭面 这个地方是他挑了好久才选定的 既能清楚地看到宴会上的情况 又不容易被人发现 是开热闹的绝佳地点 皇爷 人跟丢了 跟丢了 接着找 是 什么人 这不是三皇叔陈王爷吗 你先下去吧 是 你是哪个宫里的 回王爷的话 奴才在御膳房当差 本王身边正好去了一个伺候的随身太监 你随本王去宴席上伺候吧 什么 上我跟着去宴席上 那岂不是分分钟都有被纪无决认出来的风险 这纪无决要是发现 我假扮成太监 跟在陈王爷身边 我会不会死得很惨 还不过来 陆约罗犹豫了一会儿 这陈王爷总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他若是跟在陈王爷的身边 说不定能打听一些 原主和他之前发生的事 也是说不定的 想到这 陆约罗跟着陈王爷进入了宴会 纪无决已经落座 他的目光第一时间扫向周围 没想到 却没有找到他想找的身影 顿时皱起了眉头 叫了身后的曹忠泉 去冷宫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宴会已经开始 私乐坊的宫女 已经上台开始表演 男兵都是坐在左侧 陈王爷的位置虽然在上手 不过 从静无决的角度看过来 正好有东西挡着 他顿时松了口气 你们听说了没 好像 定国公府的老公爷 快不行了 这几日 请遍了京城内外的神医 都说没几天日子了 定国公府 陆约罗的身子微微一颤 他怎么好像 在哪听过 你说的可是那位 苏男苏老爷 是啊 这苏老公爷一声戎马 辅佐三代明军 在战场上 立下赫赫功劳 没想到半年前 忽然就一病不挤了 真是世事难料啊 我记得 以前老公爷的身体 硬朗得很 可不是吗 说起来 这苏老公爷 还是冷宫那位 娘娘的外祖父 这苏老公爷 若是在意去 那位娘娘 可就真没靠山了 陆约罗的身子忽然僵住 他的外祖父 定国公苏南 大片的关于他外祖父的记忆 瞬间涌入脑中 他腿一软 差点倒了下去 陈王爷一把抓住了 他的胳膊 一向平静温润的眸中 掳出一丝关切 陆约罗扶着那只 伸过来的结伴衣袖 好不容易 稳住了自己的心神 脑海中 全是刚才那句 定国公府的老公爷 快不行了 刚才涌出的记忆中 他的外祖父 对他极为宠爱 甚至小时候 他还在定国公府 住过两年 从小到大 但凡是有敢欺负他的人 都会被外祖父 暗暗地收拾了 外祖父一共有两位子女 一位是他的母亲 早早就去世了 另外一位是他的舅舅 传闻在五年前 在一场大战中 双腿瘫痪 再也无法站立 奔赴战场 当天夜里留下一封书信之后 就失去了踪影 可以说这些年以来 外祖父几乎把所有的爱 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 书间 这样一位对他宠爱 尤家的外祖父 竟然快不行了 陆云罗的手 忽然有些颤抖 别担心 我已经派人找到了极品血连 明日一早就会送他 至少能晚上半个月的时间 我要尽快出宫一趟 好 我要尽快出宫一趟 好 没有多余的话 承诺他的只有淡淡的一个字 可陆云罗却莫名地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 陆云罗这才精绝 原来陈王也早就认出他了 思乐坊的宫女 在台上异曲歌舞表演结束 太后坐在高台之上 看向女眷习中的夏文蓝 笑意盈盈 蓝儿 哀家听你母亲说 你为了这次的宴会 还特意准备了一首乐曲 回太后娘娘的话 的确如此 不过 不过如何 这首乐曲 是需要两人共同弹奏的 原本 为臣女弹奏的业人 今日因病未能前来 臣女早就听闻 三王爷的情意高超 不如 今日可否有这个荣幸 请三王爷 为小女合奏一曲 共同为皇上 太后娘娘 以及专为大臣助兴 夏文蓝一脸期待地看向陈王爷 以前因为陆云罗 这陈王爷 不知拒绝了他多少次的邀约 这一次 陆云罗已经嫁给了皇上 他就不信 没了陆云罗的阻挡 这陈王爷还会拒绝他 笔下的众人 也纷纷一脸期待地看了过来 要知道 这陈王爷 也是一位精彩绝艳之人 不仅一首 医术出神如画 在乐曲上的造诣 更是举世无双 寻遍整个东南国 都无人能及 若是今日能在宴会上 听他谈上一首 也算是不需此行了 本王许久 都未曾碰过琴了 怕是有些伸手 来人 去把四月方最好的月人 叫来伴奏 陈王爷三言两语 就推掉了夏文蓝的邀请 众人都觉得有些可惜 看来 今日是无法欣赏 陈王爷的天籁之音了 夏文蓝没想到 陈王爷在皇宫的宴会上 当众拒绝了他 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他以为陆云罗驾到宫里之后 陈王爷的眼里 就能看到他了 可如今看来 陈王爷很有可能 并没有忘了陆云罗 想到这 夏文蓝的脸上浮起一抹笑意 皇上 想你之前便听说 冷空的那位娘娘 在乐曲上的造诣 和陈王爷不分上下 既然陈王爷不便 不如请他出来 为我伴奏如何 想让他为你伴奏 这如今还没那个待遇 脑海中又浮现出陈云罗上一次 在树心殿弹奏的曲子 顿时觉得心烦意乱 他记得 这个夏文蓝 好像一直钟情于三皇叔 把他叫过来也好 让他好好看一下 这三皇叔和夏文蓝的表演 好像也不错 来人 去冷宫请人 陈云罗一脸无语地 看着台上的纪舞卷 他就知道 这家伙绝对会折腾他 不知道他现在往冷宫赶 还来不来得及 否则等会去冷宫宣他的人 找不到他 肯定又是一大堆的麻烦 不必了 既然夏姑娘是想要本王伴奏 那本王便确实不公了 不知夏姑娘 想要本王弹奏哪一首曲子 自然是之前 在乐曲大赛上 夺得第一的 梁梁这首乐曲 梁梁 这个朝代 也有叫梁梁的歌曲 还是 只是同名而已 这首曲子 本王已经不记得歌谱了 可否谈奏其他的曲子 不记得了 夏文蓝有些失望 这首曲子 是去年的乐曲大赛中 陆梁罗和他合奏的曲子 被京城的人广为流传 他准备了许久 就是想着有朝一日 能够在宴会上 也和陈王爷合作这首曲子 不是只有他陆梁罗 才能和陈王爷情思合鸣的 他夏文蓝也一样可以 可眼下 陈王爷明显不想弹奏这首曲子 也许是陈王爷 想要忘记陆云罗 想到这 夏文蓝的脸上 扬起了笑意 那我们便换成陈王爷明之前 创作的乐曲 《兴华可行》 陈王爷落座 试了一下音色 日间触动 顿时穿出一串 优美动听的音符 众人这才想起 陈王爷也是 东南国美南台行榜 前五的男子 出山入化的医术 以及登峰造极的音律之才 随便的一样拎出来 都足以令人惊叹 只可惜啊 这样精彩绝艳的人物 就活不过三十岁 你们说 陈王爷的医术那么高明 怎么就没有办法 医治好自己身上中的毒呢 是啊 陈王爷今年都二十一五了 说起来 也只有五年的寿命了 谁说不是呢 若非如此 陈王爷也不至于 二十五岁了 还致近未去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 转发 点赞 点赞 转发 点赞 转发 的较乱 转发 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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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这儿 陆云罗从空间 拿出一堆的瓶瓶罐罐 对着自己的脸上 一通捞咕 摆上之后 这才满意的将铜镜收了起来 又折回到刚才的那个地方 楚公子 是陆云罗的声音 你怎么了 一通捞一声 会通一声 出戎城被吓得拽了一遥 狼狈地爬起来后 快速地逃离了这里 出来吧 你是哪个府里的丫鬟 回公公的话 奴婢是文国公府二小姐身边的丫鬟 夏文蓝身边的丫鬟 她记得 但凡进宫的女眷 身边最多只能带一个铁身丫鬟 她刚才在宴会上的时候 在夏文蓝身旁伺候的丫鬟 明明不是眼前的这个 公公 奴婢不能离析太久 就先告退了 刚才有只虫子停在你的肩膀上 现在没了 陆云罗也不再停留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又将自己的脸 恢复成之前太监装扮的模样 弄完之后 来到御花园的入口 看到里面的露天宴席时 忽然神色一顿 想起来昨天在空间看的天气预报 她当时还以为 这宴会是在大殿里面办的 并也没有放在心上 刚才在宴会上 也没注意到这事 现在看这时间 怕是没多久就要下雨了吧 这暴雨要是一下 那场面 光是想一想就精彩得很 从空间拿出笔墨纸烟 在一处台阶写了一张纸条 随后交给了一位太监 让帝给在台上一旁伺候的曹中拳 能不能来得及就看天意了 娘娘 等会儿就是您的舞蹈了 您看现在 要不要再去准备一下呀 知道了 姐姐等会儿 可要好好跳啊 说不定 皇上就会多看你几眼了 蓝贵人虽然是笑着说的 可语气里的讥讽 却十分的明显 这为了吸引皇上的注意 还真是煞费苦心呢 那是自然 这时 翠羽山低着头 匆匆的从陆云罗身旁的一条过道走过 留下了一缕淡淡的异香 陆云罗眉头一皱 目光跟着翠羽山的身影 一路来到了高台之上的 姚贵人的身上 只见那翠羽山弯腰 在姚贵人身旁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姚贵人一边听着 目光一边故作不经意的 向陆云罗的方向扫过去 谁料 竟然意外的 对上陆云罗那双 意味深长的毛子 姚贵人一直浅笑的脸 微微一变 随后不动声色的将目光挪开 心中却是暗暗的一惊 他怎么觉得 这陆云罗好像知道了什么 本来还想着 让夏文蓝去抓个现行 没想到这计划 竟然失败了 这姚贵人看着柔柔弱弱的 没想到心机这么深 若不是他刚才留了个心眼 给那位自称是 夏文蓝身边的丫鬟的身上 留下一道 只有他能分辨出的异箱 他恐怕怎么猜都猜不出 是这位姚贵人想要算计他 计划若是成功 那他自然就会因为这件事 永远都翻不了身 计划若是不成功 那位被他发现的宫女 也把锅甩到了夏文蓝的头上 左右和他姚贵人 都没有丝毫的关系 很是好算计 看来他回去以后 又让银双和钟嬷嬷 好好提防这个姚贵人才行 不过说起来 这姚贵人是准备让谁去抓他 和渣男约会呢 这人肯定不可能是姚贵人自己 他的目光挪向对面的夏文蓝 这夏文蓝对他似乎很有成见 倒是很有可能会被姚贵人利用 郑王爷 你可知这夏文蓝为何会对我有那么大的敌意啊 也许 他对你有许多误解吧 比如说 他误以为你爱慕本王 误解 陆云罗听不懂 他融合的记忆里 根本就没有夏文蓝这好人物 你在看什么 那个 这个 我想说 怎么还没下雨啊 下雨 曹公公 刚才有一位叫小鹿子的太监 让我把纸条务必交给您 有雨 速速撤离 这自己 到底确是娘娘的自己 这位娘娘对于天气的预测向来精准 若等会儿真的有雨的话 那可真的要遭殃 曹中旋让送信的太监留下 又交代了一番 自己这才联盟下去安排了 而这时 姚贵人已经上台了 一上场 他便来了一个360度的旋转 长群飞舞 一圈又一圈 随着速度的加快 身后的三千青丝 也跟着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陆云罗一脸同情地看着台上的姚贵人 他脸上抹了那么厚的粉 等会雨一下 估计整张脸都花了吧 这个朝代的化妆品毕竟都不防水 若是倾盆大雨一下 估计瞬间就成了鬼脸吧 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出宠 真是太可怜了 一道突如其来的惊雷 将众人原本停留在姚贵人身上的目光 全部都吸引过去 又下雨了 众人一看要变天了 顿时惊呼起来 有一些反应快的 已经起身 开始找夺雨的地方了 而台上的姚贵人则微微一愣 动作也停了下来 下雨 他抬起头望着天空时 刚好大雨无情地哗啦哗啦下了下来 瞬间被淋了个头行凉 不过此时也没人注意他呢 因为除了坐在高台之上的皇上和太后 有顶棚折挡之外 其他人全部都开始搏雨 场面一片混乱 所有人都往离得最近的偏偏跑去 而这场混乱之中 最为显眼的就是人群中的 明黄黄的两把油伞了 蓝贵人此刻有些新增 没想到冷宫那个天气预报 竟然预测得那么准 竟然真的下雨了 所有人都没带伞 只有他带了 这种感觉 让蓝贵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优越感 竟无绝的眸光 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幽冷的眸光 陡然变得寒意森森 这个女人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去找三皇叔 而且两个人竟然共同撑着一把伞 这是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很好 陆云罗 看着台上一身狼狈的姚贵人 他终于觉得 他空间石碑上的天气预报的功能 还是挺有用的 包算借了别人就被老天当头一交 这人呢果然还是不能做坏事 王爷 我在这儿不合适 您进我送帮那附近的那座天殿了 也好 走吧 你们看 那不是姚贵人吗 都看什么看 娘娘的身子 也是你们这些人的看的吗 再看 当心是你们的罪 哟 这不是姚贵人吗 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啊 瞧瞧 这脸都坏了 等会雨停了 就别去见皇上了 舍得再把皇上下出病来 看到姚贵人弄成这副模样 蓝贵人心里大快人心的痛快 老天爷简直太别利了 还有冷宫那位姐姐 这预测天气的办事 真的是绝了 就冲着姚贵人 今天这样的下场 等宴会结束以后 他必定要去冷宫 好好地会一会 这位神仙姐姐 来来来 各位都正义上啊 是不是脸上的妆都花了 没关系 奴才这里 有冷宫美妆部门生产的 美妆试用血 全部免费赠送 一共只有一百二十套 先到先得 是胭脂水粉啊 快给我一份 我也要 我要三份 都安静一下啊 需要的人排一下队 现在大家都是一张大花脸 若是有胭脂水粉了 就意味着可以重新化妆 就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救星了 虽然分量看上去比较少 可在眼下这种情况 对各位官家 小姐和夫人来说 简直就是大救星了 大家别着急啊 都排好队 按排队的顺序来 不排队的人 插队的人通通都没有啊 大家别着急啊 都排好队 按排队的顺序来 不排队的人 插队的人 通通都没有啊 陆云罗的话音刚落下 刚才还一窝蜂涌上来的人 立刻变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陆云罗满意的点点头 这才接着说道 给你们免费赠送这些胭脂水粉 都是冷宫的美妆部门生产出来的 等再过一段日子 还会推出新的产品 长期使用 可以使你们皮肤变得光滑水润 还希望大家到时候 多多捧场 多多介绍一下 放心 要是好用的话 本小姐一定第一个捧场 我也支持 还有很多人也表示 若是冷宫真的生产这些 一定会捧场的 陆云罗也不废话 宣传完之后 便开始发东西了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小太监 和冷宫那名娘娘 长得好像啊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好像有些相像 不过 戏着什么的可是颤缘了 给我们娘娘那一套 先排对决 他刚才说过 不排队的人一律不给 这翠玉山 是耳朵不好使吗 这位小太监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们娘娘可是姚贵人 娘娘就可以无视规矩吗 排队去 你 翠玉山弃绝 想着要不要现在立刻将 陆云罗是冷宫娘娘的身份 当中揭穿 闭嘴 姚贵人冷冷地瞪了一眼翠玉山 目前挑破陆云罗的身份 对他们来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好处 我看过了 那份胭脂水粉虽然量少 但也至少够两个人使用 肯定会有人用胜的 你在边上盯着 看到有人用胜了 立刻去高价买过来 是 娘娘 姚贵人着实要被翠玉山给气死了 一点脑子都不用 只会给他拉仇恨 若不是他装心耿耿 而他又无人可用 早就把这翠玉山给打发了 一百多套的胭脂水粉 很快就发完了 最后没领到的 也只能是一脸惋惜了 姚贵人最终拿到了夏文兰 用剩下的 那夏文兰很是殷勤 主动给的姚贵人 两个人似乎很是投缘 这场暴雨来得很快 去得也很快 外面的大雨很快就停下了 有太监过来传话 宴席挪去了信仰殿 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考虑到怕众人感染风寒 宴会直接跳到 最后给太后喝瘦的关键 喝瘦完之后便可以出宫了 今年的这场中秋晚宴 算是半杂了 很多提前准备了节目的小姐们 皆是夜脸的叹息 本来还想在宫宴上表演才艺 大展风透的 如今看来只能等下一次了 今天没出丑那都算是好事了 而陆元罗事情办完之后便沉急溜了 他还想再找陈王爷商量一下 后续如何出宫的事情呢 外祖父的病一日没好 他在宫里也过不踏实 三皇叔 你预举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很好 跟着装傻是吧 你身边那个太监 是你先找的他 还是他先找的你 三皇叔 云 气无觉怎么也在这 我的妈呀 这气无觉的脸色怎么那么可怕呀 完了完了 没有任何犹豫 陆元罗非常识相地赶紧转身就走 这时候不走 什么时候走啊 加快步伐最好赶紧消失在他们眼前 没有任何犹豫 陆元罗非常识相地赶紧转身就走 这时候不走 什么时候走啊 加快步伐最好赶紧消失在他们眼前 怎么 艾飞一看到朕就要走 是为何 好巧啊 皇上也在这呢 好巧啊 那个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继续 既然来了 就和朕一起去西洋殿 皇上 这 怕是不妥吧 有何不妥 朕看刚才在玉花炎的宴席上 你不是待得挺好的 陆元罗被既无觉带回了属性殿 让宫女给她好好地梳洗一番 于是 陆元罗在绿威几位宫女的打扮下 从一个面色暗淡的小太监 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珠光宝气 金光闪闪的娘娘 陆元罗看着铜镜中 那满头沉甸甸的珠柴玉环 以及厚厚的一层白粉 着实头疼 不许她说呀 既无觉着树心殿的宫女 化妆水平实在是不咋定 还没有阴霜的审美好呢 若不是绿威他们脸上那副 一脸满意的模样 实在是不像是装出来的样子 她都要怀疑 他们是不是在故意整她了 想了想 还是将那满头的首饰给卸了下来 让她顶着这金光闪闪的脑袋 让别人参观看笑话 她是十二万分的不愿 将脸上的妆全部洗掉 从怀里逃出一份自己做的化妆用品 重新开始上妆 没过一会儿 风景之中出现了一位 与刚才截然不同的女子 杜云罗想了想 又用珠比在额间画了一抹花垫 满京城的但凡有点身份的女眷 今日几乎都来了 她既然已经宣传了自己的化妆品 那么她就是一栋的门面 怎么着也得拿点东西出来 想要让冷宫美妆部门的名头传出去 惊艳的妆容比不可上 陆云罗来到信仰店的时候 在门口正好遇到了姚贵人 一天之后 姚贵人便回了一趟李霞宫 重新的梳洗打扮了一番 正身姿款款的走来 哪还有半番之前在雨中那狼狈的模样 不得不说 这姚贵人的心态倒是十分的不错 说是平常的深闺小姐 在众人面前出了那样大的丑 早就躲起来哭了 哪还敢再出来呀 她看到陆云罗的妆容时 阴柔的眸子里闪过一抹惊艳 随后笑意盈盈的说道 没想到姐姐的妆容真是好看 不知姐姐空心的时候 可否教一下妹妹 妹妹对你这个妆容十分喜欢呢 妹妹若是喜欢的话 尽管来我的冷宫 学一套妆容要不了多少银子的 你放心 姐姐我会给你打折的 想要她交 可以 拿银子来 她可不会跟钱过不去 姚贵人没想到 只是一个妆容而已 陆云罗竟然也能扯到银子上面去 想到上次在她手里高价买的小黄书 到现在还没派上用场 顿时脸色微微有些僵硬 不过还是柔声说了句 应该的 陆云罗和姚贵人同时进来的时候 众人抬头望去 顿时第一眼就被陆云罗给吸引住了目光 天哪 子如你快看 走在姚贵人一旁的那位 是不是朗宫那位娘娘 就是她 怎么样 我就说她能配得上咱们皇上吧 这位朗宫的娘娘 王头画的是什么呀 也太好看了吧 不知道呀 难道这是宫里最近流行的妆容 不是说她弄了个美妆部门吗 咱们以后要是去买的话 是不是也会叫咱们话呀 应该会吧 等会宴会结束的时候 我们去问问看吧 底下的女眷们纷纷气气思语 对于她们来说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美 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一旁的夏文兰缠着一张脸 没想到这大半年没见 这女人在冷宫还保养得这么好 竟然比以前又美上了几分 果然 只要有陆云罗的地方 陈王爷的眼里就永远看不到别人 夏文兰的脸上布满了浓浓的极度之影 她不允许任何人抢走陈王爷 谁都不许 那位是前丞相的嫡女 陆云罗 也是现在的冷宫娘娘 原来是她 之前就听闻丞相组的嫡长女 容貌倾城 没想到百闻不如一见 想到之前的陆丞相 纵然又是一阵叹息 真是可惜了 而底下的男兵里 楚容成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看着台上的陆云罗 怎么可能是她 她今日明明见过她了 她不是已经变得人脑珠黄 丑陋不堪了吗 怎么会这样 想到她今日见的那名太监 她确定她没有看错 那张脸虽然变得丑陋不堪 可她的五官轮廓 确定是陆云罗没错 难道这女人又骗了她 想到这儿 楚容成的眸光充满了怒意 陆云罗 竟然又把她耍得团团转 再看向场中的陆云罗时 带着怒意的眸光 就逐渐化为一丝阴险的冷光 臣妾见过太后 原理 陆云罗环视了一圈 发现这信仰殿 仍然没有她的位置 若说之前御花园的宴席 因为她没有品节 没让她参加也就罢了 现在给太后贺寿 是纪无绝叫她过来的 怎么还吝啬得连个位置都不给 是纪无绝是故意的吗 这不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陆云罗站在原地 一时之间是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过来 坐镇边上 陆云罗也显然没有想到 纪无绝会让她坐到上面去 那个位置太显眼了 还不上来 陆云罗也只好皱着眉头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来到 纪无绝的身侧 落座之后 明显地看到姚贵人的眸中 一闪而过的冷光 便是她从未曾见过的 蓝贵人 看着她的眼神 似乎也充满了不甘之意 陆云罗的身子微微一抖 完了 算上她自己 整个后宫 一共就三个妃子 现在这么一弄 那蓝贵人和姚贵人 不会连起手来对付她吧 她屁股底下这个位置 真是太唐人了 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这纪无绝 绝对是故意 把她放到火上烤的 这是爱妃最爱吃的糕点 来 尝一下 是纪无绝是故意的吗 一万两银子 还一阵演场戏 原来是演戏啊 哎呀 早说嘛 还给钱 那多不好意思啊 两万两 否则免谈 可以 出乎意料的 纪无绝答应得极为爽快 陆云罗有些后悔 早知道刚才多说一下了 正犹豫者 要不要再趁机提高价格时 纪无觉得目光冷冷地扫了过来 那意思似乎是在说啊 你再敢提价试试 陆云罗只好将道嘴的话 又咽了下去 不过想到之前吃的亏 还是说道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欠款和抵债 我只要现银 不说清楚了 万一这家伙回头又要一身抵债 他岂不是又要吃亏了 可以 需要我做什么 让别人知道 你喜欢朕 这么简单 皇上 你看 我现在这个眼神怎么样 还不够 不够 皇上 这糕点 你也尝尝 皇上 臣妾喂的糕点好吃吗 怎么样 眼睛可以吗 爱妃今日 真美 这一幕 看得底下的人是各种羡慕 极度恨呢 而那些之前对皇上 方心暗许的名门贵女们 顿时方心碎了一地 这还是那位高高在上 冷漠高贵的皇上吗 他怎么可以对别的女人 露出这种表情 不过 这样的皇上 真的是有一种 说不出的迷人啊 之前是谁说的 陆云罗不得宠的 看看 看看 这哪里有一丝不得宠的样子 这要是还算不得宠 那蓝贵人和姚贵人 就别火了 这两个人 现在一个眼睛都快瞪掉了 另一个 明明十分在意 却仍然在极力地 维持自己脸上的笑容 底下众人议论纷纷 陈王爷轻昂地目光扫窝 随后起身 不动声色地离开了信仰殿 而大殿之中 很快就已经到了 恶寿的环节了 蓝贵人的寿礼 十分地简单粗暴 直接就送上万两黄金 那一箱箱金灿灿的亮光 直接让在座的众人 都傻眼了 早就传闻这刘国盛产黄金 付得刘油 没想到这蓝贵人出手 竟然这么大方 给太后的寿礼 竟然直接就是送万两黄金 真是有钱 蓝贵人回到座位的时候 还挑衅地看了 陆远罗和姚贵人一眼 他就不信 他们两个的寿礼 还能比得上他的金子 紧接着 就是姚贵人的寿礼 是四名太监抬着上来的大物件 红布掀开 是一份用刺绣绣出来的八仙祝寿图 在光线下闪耀着淡淡的金光 竟然是天蚕金丝做的 底下有人惊呼 要知道 这天蚕金丝极为稀有 其价格已经到了千金难求的地步 而这整整一幅作品上 每一根线都是用的天蚕金丝 光是这天蚕金丝的价格 都足以到了天价 更别说 用天蚕金丝刺绣而成的作品 其背后所付出的心血 精力和时间 只怕没有个三五年的光景 绝对是无法完成的 更别说这幅作品背后的价值 八仙祝寿图 陆云罗看着场中的那幅图 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 不过怎么也想不出来 太后 这幅作品乃是小女无意中得到 还望太后能够喜欢 祝太后 俘如东海 寿比南山 任月昌明 好 太后一向喜爱刺绣 自然知道这幅作品背后的价值 端时笑容满面 当场赏赐了姚贵人一堆的金银珠宝 众人的目光 嘴中落到了陆迪罗的身上 虽然大家嘴上都没说什么 可都心知肚明 像这样的场合 比的就是恶资的受理 尤其宫里只有三位嫔妃 还没有立后的情况 谁能讨得太后的欢心 在立后上就能多一道助力 不过目前看来 姚贵人的八仙祝寿图 已经成了今日最好的受理了 众人都不太相信 一个冷宫的妃子 还能拿出比八仙祝寿图 还要好的受理 不知姐姐会给太后送什么样的受理呢 自然无法和妹妹的万两黄金相比 本宫送的只是不值钱的痴食罢了 痴食 众人都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哪有受理给人送痴食的 并是寻常人家过寿 都没有用痴食来当受理的 更别说这是给太后的受理了 这位也太敷衍了吧 这是什么痴食啊 什么痴食会如此之高啊 太后娘娘 皇上 众所周知 大家都知道 今年在冷宫 发现一种母产食蛋的新品种粮食 这种粮食叫小麦 小麦不仅产量高 能做出的痴食也是千变万化 未来将会是我们东南国 最为重要的粮食能作物 而今日 臣介为太后亲手做的这份受理 就是用小麦做成的花膜 这哪是什么痴食啊 这分明是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啊 能把痴食做成这样的 在东南国的历史中 闻所未闻 这些兽桃 都是用小麦磨成的面粉做成的 九十九颗兽桃 寓意太后吉祥长寿 里面的金元宝 寓意财源广计 绿葫芦 则寓意福祿双全 最上面的大兽桃里面 还有九颗小桃 龙凤城祥 则意味着 咱们东南国以后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路云罗弯腰行礼 向太后一一解释 每一样东西背后的含义 这花膜在现代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一辈的时候 但凡婚丧嫁娶 生儿育女 贺寿庆典 四十八节 祭司六合 吊咽亡灵时 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还没有蛋糕的时候 都是用花膜来代替蛋糕贺寿的 只可惜在现代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并没有听过花膜 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 也在逐渐被人遗忘 好一个风调雨顺 国泰明安 太后起身 似乎略微有些激动 这是她今日收到的最好的寿礼 明以实为天 这份寿礼背后的意义 是任何一件寿礼 都无法比拟的 在粮食品种匮乏的东南国 这花膜 就是人们对粮食渴望的一种象征 同时她也一脸的惊喜 没想到 就那白色的粉末 竟然能够千变万化 做出这样令人惊叹的支持来 她越看着花膜 就越是喜欢 绝儿 你说哀家该如何赏赐呢 若是只赏一些金银珠宝 未免太过俗气了 可除了金银珠宝 哀家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东西来 哀家看着云罗甚是欢喜 不如绝儿 你早日将丰厚大顶给办了吧 也算是替哀家 给云罗的赏赐如何 太后满脸笑意地看着陆云罗 那谋中透露出的神情似乎在告诉众人 这个皇后之位 她非陆云罗不可 陆云罗连忙跪了下来 这怎么一言不合就提到丰厚了 母后 此时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 丰厚之事 荣厚在意 太后倒是一脸的叹息 不过倒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 给陆云罗赏了一堆的东西 最后还将自己头上的凤簪赏给了陆云罗 宴会结束之前 那九层高的花膜被一一发到了各位来宾的手中 拿到手的时候 还带着丝丝的温热 以及淡淡的麦香味 除了之前在皇上的御书房里的几位大臣 吃过包子和馒头之外 在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从未吃过这等知识 拿到手里之后 众人的反应都不是直接吃 而是细细地打量着 早知道 现如今这小麦是只有宫里头才有的稀罕物 手里的这个吃了可就没有了 众人都在讨论着小麦做出来的这种花膜 等以后小麦普及了 他们过瘦的时候 也定要做一个这样的花膜来助兴 这九层九十九个闲淘和尚 不仅喜庆 这面上也是极为有光 宴会赛场之后 许多女君还惦记着陆云罗的妆容 极为热情地把她给围住了 娘娘您是怎么想到给额间做点缀的 简直太美了 是啊 娘娘您看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妆容 也教一下我们吧 说不是陆云罗还要急着找陈王爷 此刻必定给这些女眷们好好交流一下 顺便宣传一下冷宫即将推出的化妆品 可她怕自己这里耽搁久了 追不上陈王爷了 只好对着他们歉意地笑了笑 冷宫过段时间会推出美白补水的面膜和香水 以及各种妆容的画法 你们若是感兴趣的话 记得及时关注冷宫的消息 本宫现在有些事情要处理 就先不和你们聊了 说完他便匆忙跟着人群出去了 可惜似乎晚了一步 他一直找到了宫门口 都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陆云罗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算了 陈王爷既然已经答应了他 想必一定是有万全指策的 想到他祖父病重这事 他还得回去好好地问问钟嬷嬷 想到这儿 他便加快了回冷宫的步伐 正走着 陆云罗听到了身后一阵嬉嬉嬉嬉的声音 下意识地回头看 却看到了一柄快速向他赐来的长剑 陆云罗只来得及看到那柄长剑 带着森森的寒意 以及剑上翠着的悠悠清光 和破人的杀气向他逼来 靠 这剑上还脆了毒 这是谁啊 这么心狠手辣 心肠歹毒 要置他于死地 来不及多想 陆云罗当场拔腿就跑 可身后的脚步却越逼越紧 情急之下 身形快速地拐过前面的弯道 在转弯后 第一时间进入了空间 几乎是他刚躲入空间的瞬间 那名黑影就已经跟了上来 黑影放慢了脚步 一步步往前面走去 于躲在空间里的陆云罗擦身而过 陆云罗刚想松一口气 那名黑衣人的脚步 却忽然停了下来 这是死路 人呢 陆云罗就是在空间 看到那名黑影 谨慎地摸着墙边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找到他 然后不停地来回查看着 一遍又一遍 人找到了吗 没有 刚才他进入这里 就消失不见了 你确定 他不是溜藏啊 这是一条死路 出口只有这里 我亲眼看着他进来的 但是 没看到他出去 这就奇怪了 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那么长 他会功夫 也只有武功高强的人 才有本事在他们面前 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 可情报上说了 他只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两个人又将这条短短的通道里面 检查了个干净 确实没找到一个人影 难道是情报有误 要知道 他们可是顶级杀手 能在他们眼前 悄无声息消失的人 绝对不可能是不会武功的普通人 陆云罗看到两个黑影准备离开 顿时挑了挑眉 这么容易就想走 在仓库里翻了一下 找到了一包加强版的迷药 这个迷药是按照上古医书上的配方做出来的 据说无论对方武功有多高强 只要吸入一点就会陷入昏迷 这还是他前几个月去太医院偷的稀有药材做出来的 一共只有两包 很是珍贵 到现在他也一直没机会用过 现在正好可以用来测试一下 这迷药的效果怎么样 于是 在两个黑影转身背对着他往外走的时候 将手中早已准备好的粉末 向那两人的方向扬了出去 什么人 不好 可是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双腿一软 两个人双双的倒了下来 不过 在倒下去之前 两个人的眼睛忽然瞪得老大 这不是他们天极杀手组织的独门迷药晕散吗 怎么会出现在皇宫里 陆云罗等了好一会儿 确定那两人真的晕过去之后 这才从空间走了出来 在两个人的身上搜了半天 只搜到两块黑不垃圾的令牌 身上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陆云罗顿时有些失望 杀手都这么穷吗 他夜脸嫌弃地将令牌扔到空间 思想着要怎么处理那两位杀手 可当他再过去的时候 地上早已没了那两个杀手的身影 跑了 陆云罗皱着眉不解 按照上古医书上记载 这民要普通人吸入夜点 都得睡上个三天三夜 即便是武功高强内力深厚的人 维持上几个时辰 应该也不是问题 怎么就这两人忽然消失了呢 难不成这民要他做的时候少了什么材料 要消大打折扣 陆云罗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头去 最后只好作罢 一脸撕存折回到了冷宫 一回到冷宫 陆云罗连忙将周嬷嬷叫到了房间里 娘娘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陆云罗当即把今天下午听到的事情说了出来 嬷嬷 你进宫之前 可有听过关于祖父的什么消息 没想到 国公爷竟然病得如此严重 老奴之前几次登门 府里的下人只说 国公爷病了 需要静养 根本就不让老奴进府 不让你进府 老奴当时问了守门的人 说是老爷的两位弟弟吩咐的 其他的倒是没有在说什么 周嬷嬷现在想想 确实是有些奇怪 国公爷和这两个兄弟早已经分家 怎么会出现在定国公府呢 不过他当时心系宫里的娘娘 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见定国公府这条路走不通后 便又去找了陈望 对了 老奴之前去定国公府的时候 还撞见过 这两家的女眷 从定国公府出入过 想必已经是在府里住下了 听到周嬷嬷的这番话 陆云罗的心微微一沉 不知怎能 他这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外祖父的这两位弟弟在朝中 只是普通的七品贤侄文官 外祖父平时可没少帮扶过这两家 可奈何这两家的后辈 实在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那么多笛子数子 就愣是没一个能考上榜的 也就是去年的一位表哥 成绩还不错 考中了炭花 这两家的叔公 平时去定国公府 除了是要钱之外 便是让外祖父替他们办事 从来都不曾提过一样东西 如今 在外祖父病重的时候 两家人带着女眷 搬到了外祖父的府上 他也说不上来 这两家究竟是为了 方便照看外祖父 还是别有所谋 外祖父早年丧妻 中年丧女 五年前 他的舅舅 也就是外祖父唯一的儿子 在战场上中了毒药 双腿残废 成了一个废人 当天便留下一封书信 再无音信 而他 也在八个月之前 家门巨变 被打入冷宫 弱大的定国公府 如今只剩下外祖父 孤零零的一个人 原主在宫里那段日子 过得再艰难 也从不曾向外祖父求助过 想必也是不想牵连到外祖父 能让他安稳地 度过余下的日子 可万万没想到 外祖父竟然从那时就病重了 也是 按照外祖父的性子 他这般疼爱原主 若不是自己病重 又怎么可能在原主 遭逢巨变 被打入冷宫的这大半年来 毫无行动呢 看来是他疏忽了 想到这儿 陆云罗的心头沉甸甸的 因为一直忧心外祖父的病情 这几日 陆云罗反而消瘦了一些 好在没过两日 陈王爷就派人来通知 说外祖父的病情已经稳定 让他再耐心多等两日 这一日下午 蓝贵人坐着华丽的叫面 停到了陆云罗冷宫的门口 虽说冷宫这几日的下人变得多了 东西也在慢慢置板 可陆云罗住的这所寝宫 到底还是比不上奢华的刘云宫 这地方能住人吗 也不知道这冷宫 姐姐是怎么在这种地方住下去的 蓝贵人着实不解 提着脚准备入门的时候 一群大公鸡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 吓得蓝贵人当场失声尖叫 这是哪里冒串的公鸡 快把他们撵走 蓝贵人一脸惊恐地看着 围在他脚边的那一群大公鸡 一个个都正熊啾啾气昂昂地瞪着他 这冷宫里面 怎么还养着活鸡呢 太可怕了 蓝贵人吓得拍了拍胸脯 决定只在这坐一会儿 打完招呼就走 这个地方实在是没法待 陆云罗听到下人通报的时候 正坐在后院的躺椅上 是用自己刚刚调试出来的抹茶面膜 听到蓝贵人来了 便立刻出去亲自迎接 来到门口的时候 正好撞上了刚进门的蓝贵人 蓝贵人刚被大公鸡吓得惨白的脸 好不容易缓了过来 谁知刚进门 就遇上了一脸绿油油的陆云罗 再配上身上那一身飘逸的白衣 虽然是大白挺 可还是把蓝贵人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那脸色瞬间比刚才还要白了几个度 若不是身旁的丫鬟扶着 怕是直接腿一软就坐到了地上 这冷宫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 太吓人了 医生 招呼蓝贵人去后院坐吧 怎么说这蓝贵人 也是他小卖部的超级VIP客户 既然来了 好歹也要好好招呼一下才是 蓝贵人 请跟奴婢来 蓝宫这位姐姐到底在搞什么鬼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 想了想 还是跟着银双去了后院 后院很大 干净 整洁 有花有草 一方石桌 几个石凳 远处好像还种了不少的东西 此时天气凉爽 在这后院聊天且闷倒也是挺不错的 只是 蓝贵人发怵地看了一眼 坐在他对面的陆云罗 声音有些颤抖 那个 姐姐 您能不能把脸上的那些东西洗一下 还没到时间 等一会儿才能洗 她这面膜还差几分钟才到时间 现在洗了 不是浪费吗 不知蓝妹妹找我有何事 蓝贵人见陆云罗执意不肯洗脸 也不好再提 当下就心有余气地盯着她那张脸 是这样 丫鬟在宴会前一晚来冷宫的时候 凑巧看到了墙上贴的天气预报 参加晚宴的时候就带了油伞 刚好派上了用场 今日便是过来特意谢谢姐姐的 陆云罗倒是有些意外 虽然说她知道自己的天气预报是很准的 可是别人能够第一次看到就相信的人 还是很少的 这蓝贵人 眼光不错呀 谢就不用了 毕竟 你若是不相信的话 那天气预报也是帮不上你的 陆云罗因为敷着面膜 为了缓解面部肌肉 说话一直是绷着一张脸 因此说出来的话就比较怪异 再配上那张脸 蓝贵人顿时觉得心里发毛 之前就有传闻 这个冷宫的娘娘好像精神受了刺激 该不会她真的脑子方面有问题吧 姐姐 你为什么要把脸弄成这副模样啊 那是宴会上 明明看这位姐姐也没有什么异程 怎么在自己宫里 忽然把自己弄成这样 难不成是发病了 好 脸上经常涂上这个 可以让皮肤以后变得又光又滑 白白嫩嫩的 是吗 蓝贵人附和地笑了笑 心里却是安安的叹息 这位冷宫的姐姐 果然精神受了刺激 把自己弄得像个绿怪物一样 还说能保养皮肤 她在刘国皇室长大 从未听说过这等匪夷所思的方法 想想也是 这位姐姐大半年前家里遭逢巨变 父亲又被刺死 自己又被打入冷宫 精神不受刺激才怪呢 想想也是怪可怜的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去洗个脸 你在这坐一会儿 陆云罗自然不知道 蓝贵人已经把他想成了一个神经病 没过多久 陆云罗洗完脸又过来了 那一脸光滑水嫩的皮肤 看得蓝贵人瞪大了眼睛 现在已经逐渐入秋 空气已经开始干燥 便是用宫里最好的补水用品 皮肤也远远达不到陆云罗 此时的这般水润光滑 难不成 他刚才涂的那绿油油的东西 真的有用 姐姐 你刚才涂在脸上的 叫什么来着 面膜呀 陆云罗摸了摸光滑的脸 看来他这个抹茶面膜 补水效果还不错 便正好看到了蓝贵人 一脸惊讶又羡慕的模样 试探着问了一下 给你也试试 蓝贵人连忙高兴地点了点头 于是 陆云罗在给蓝贵人耳后 做过了过敏测试 没问题之后 便又调了一份给蓝贵人抹上 同时交代了一下注意事项 这时 银双端来两杯刚打出来的西瓜汁 里面各自插着一根 洗干净两头剪平的麦杆 当作西瓜 蓝贵人看着琉璃杯里鲜红的液体 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 这是鲜榨的西瓜汁 已经入秋 院子里的西瓜没几个了 吃完就没了 他也是看在这蓝贵人 是他小卖部超级VIP客户的份上 才让银双拿西瓜来招待的 然后 还有一份水果拼盘 都是冷宫院子里种的水果 各色的水果搭配在一起 看上去 非常的有食欲 蓝贵人学着陆云罗的样子 吸了一口 果然好喝 又小口小口地吃了一下 盘子里的水果 每一样 都是他之前从没吃过的 蓝贵人越吃越惊喜 得知这些水果 都是在冷宫壁里长出来的之后 更是对这个地方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很快 一盘水果都被蓝贵人给吃完了 时间也到了 蓝贵人去洗脸 洗完之后 脸上的皮肤果然摸着 都变得滑溜溜的 心里那个高兴啊 此刻哪里还有半分 刚才进来时的嫌弃 他决定 一定要和陆云罗 好好地搞好关系 陆云罗见蓝贵人 坐了好一会儿 也不说要走 和两个人 似乎也没什么话聊 于是为了招待莱克 他只好将扑克牌拿了出来 再叫上两个丫鬟 教他们玩起了斗地主 这简直打开了蓝贵人 新世界的大门 于是 蓝贵人越玩越兴奋 这一玩就玩到了晚上 斯科 本宫总算赢了一把了 你们快给钱 蓝贵人真是越来越喜欢斗地主了 又好玩又能打发时间 还能赢钱 这种感觉真好 陆云罗看着蓝贵人沉迷于扑克牌的模样 忽然有些心虚 这是不是把蓝贵人给交坏了 回头起 我绝不会因为这个来找我算账吧 一直到了晚上 蓝贵人也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 于是蓝贵人又留下用了碗扇 碗扇是简单的四菜一汤 这蓝贵人用膳的时候 竟然吃了两大碗米饭 将他身旁的子食给吓了一跳 要知道 蓝贵人平时的饭量并不大 最多只吃上一小碗米饭 就吃不下去了 没想到 在冷宫娘娘这儿 竟然吃了整整两大碗 蓝贵人吃得有些撑 一脸满足地套在椅子上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冷宫就是一个风水宝地 实在是太对他的胃口了 这里有吃有喝有的玩 对于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东西 而他的刘云宫 死气沉沉的 除了一屋子的奴才 什么都没有 御膳房送来的吃食 也是来来回回就那几种 早就吃腻了 姐姐 我今晚能睡在这里吗 蓝贵人眼巴巴地看着陆云罗 如果能留下来 明天就还能在这里吃一天的饭 睡这里 陆云罗觉得有些意外 这蓝贵人怎么说 也是刘国的公主 精致欲夜的 能睡得惯冷宫的硬邦邦的大床吗 姐姐 我不会白吃白喝的 这不是钱的问题 陆云罗想说 他这冷宫里没有客房 如果留他下来的话 只能跟他挤一张大床了 啪 又是一袋 明晃晃的金子被扔了出来 陆云罗倒嘴的话 生生的咽了下去 姐姐 你看够不够 不够的话 我让下人回宫 再抬一下过来 陆云罗的嘴角微微一抽 这蓝贵人果然是土豪呀 家里有金矿的人 就是不一样 连金子的单位 都开始用香来计算了 姐姐 你看我能睡在这儿吗 当然能留下来了 医生 快去 将我那间房间好好收拾一下 给蓝贵人住 他今晚就是睡地板 也要把这富婆给伺候好了 夜晚 银月高悬 陆云罗为了伺候好 蓝贵人这个富婆 特意把自己的房间 给让了出来 自己跑到银霜的房间去睡了 这个时间 所有人都进入了梦乡 陆云罗也睡得正香 忽然被一道 极为凄惨的尖叫声给惊醒了 陆云罗皱着眉起身 这声音 怎么听着这么像蓝贵人的声音 他匆忙间 披了件衣服就出去了 寝宫内外的宫灯 已经全部点亮 他刚出来 就碰上了银霜和周嬷嬷 两人看到陆云罗无恙之后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一行人匆匆来到蓝贵人的房间 门口立着一名身穿紫金龙袍的男子 正阴沉着一张脸向他看来 陆云罗看到来人 微微一愣 细无诀 救命 有没有人来救本宫 皇上 蓝贵人他 他被震 扔到河里了 寂无诀的语气带着明显的怒意 看着陆云罗的毛子更加不善了 陆云罗简直震惊了 这家伙 半夜三更跑到冷宫 把蓝贵人给扔到河里去 他记得没错的话 这蓝贵人是在他的房间睡的吧 我去 该不会记无诀这家伙 是想把他扔河里的吧 皇上 您看 您沾了这么久 也累了 快进去坐一会儿 医生 去 给皇上泡一壶上好的茶来 陆云罗又立刻叫了几个人 去后面的河堂 把蓝贵人给揪上来 正要跟着一起去的时候 回来 你不准去 是 皇上 皇上 您累了吧 神切帮您按摩一下 说着 陆云罗也不等记无诀同意 便已经过去 开始帮他揉捏起肩膀来 没办法 这家伙此刻的目光太瘆人了 看着他胆战心惊的 生怕这家伙一个不高兴 把他也给扔到河里去 爱妃可有什么事要求朕的 你可以适当地向朕提携要求 朕可以答应 陆云罗一脸狐疑地 看着纪无诀的后脑勺 会有这么好的事 他不相信 他直觉这道题很可能是送命题 答不好分分钟要命的那种 不过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什么要求都可以吗 嗯 陆云罗立刻在纪无诀的对面坐了下来 皇上 这可是你说的 我真要提了 你可别反悔 朕 惊口欲言 自然说话算话 不就是要出宫去看定国公吗 跟他说就行了 根本用不着去求三皇叔 给陈妾一张修书如何 回应他的 是纪无诀那双 如千年寒潭的冰冷目光 那眼神的含义 似乎能把人生生给冻死 臣妾开玩笑的 别当真 听到陆云罗这句话 纪无觉得那如冰块一般的脸色 这才稍微地缓了下来 换一个 陆云罗心里呵呵搭 哪还敢再请一提要求啊 不过他还是装出一副 很努力去想的样子 最后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皇上 臣妾好像暂时没有事情要求你 这样回答总应该没问题了吧 你确定你没有事情要求证 纪无觉似乎又不高兴了 可不敢胡说啊 算是没有 纪无觉不说话了 就那么冷漠地看着陆云罗 陆云罗被这眼神看得浑身发毛 刚才又说错什么话了 没有事错他也错了 看着纪无觉越来越冷的眸子 他内心一万头草泥马狂奔而过 求不对 不求也不对 谁来告诉我 这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再见等 急 很好 纪无觉起身 目光凉嗖嗖地看了一眼陆云罗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陆云罗是一脸的莫名其妙啊 果然啊 帝王星海底针啊 太难伺候了 不过走了也好 他也松了一口气 不用提心吊胆怕自己犯错了 房间内 已经被救上来的蓝贵人 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坐在火炉跟前红着湿漉漉的头发 蓝妹妹啊 实在抱歉 我也不知道皇上今天会来 你看 不如这样 作为补偿 以后你来冷宫 这里的东西随便你吃如何 不管怎么说 这蓝贵人毕竟是在他的宫里 他的房间里 发生了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 除了这样的事 他怎么说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更何况 他是收了人家的金子的 真的 蓝贵人不仅没生气 反而一脸惊喜 这冷宫好吃的东西可太多了 你 不生气啊 陆云罗发现 这蓝贵人怎么好像还挺开心的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不就是被皇上从窗户扔出去了吗 我都习惯了 不过 今天确实倒霉了一些 正好掉到河里了 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 以前皇上去流云宫流宿的时候 我也被扔过两次 走两回他半夜起来如厕 回去的时候走错了房间 爬错了床 当场就被扔出去了 这一次为什么被扔出去 他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睡得好好的 忽然枕边就多了一个人 那会儿他正迷糊着呢 下意识地伸手准备摸摸是谁的时候 就被他拎起来 从窗户口扔出去了 虽然这一次他确实是挺冤的 可扔他的是皇上 他总不能找皇上说理去吧 第二日 蓝贵人还是感染了风寒 怕怕病过给陆云罗 便回自己的流云宫养病去了 走的时候还将陆云罗院子里的水果和蔬菜 都搜刮了一遍 还要陆云罗保证 等他的病好了 要在冷宫给他专门弄一个房间 他以后要在这里长住 而这两日 冷宫又有一样东西在后宫 惊起了小范围的讨论 那就是冷宫外围墙上的那张天气预报 上面预测着未来七日之内的天气情况 甚至都具体到了详细的降雨时辰 到现在为止 还从来都没有出错过 据说 如今连青天剑和礼部的都派太监 每日过来瞧上一瞧 陆云罗接下来的日子 便是一边等着出宫的消息 一边安排着冷宫地里的农活 将一些秋季的蔬菜都种了下去 如果能够顺利出宫的话 他也不知道多久能回来 毕竟还是要根据外祖父的病情来 为了稳妥起见 他将这些小麦和蔬菜 日后需要注意的地方都叮嘱了一遍 小麦布的奶茶可以继续生产 化妆品的生产就只能先暂停了 第二日清晨 树心殿的人就过来传话 因为定国公老侯爷病危 特批准娘娘回府看望一段时日 陆云罗只当是陈王爷暗中说服的纪无觉 别忙收拾了一些东西 带着迎霜和周末末出宫呢 纪无觉力在城墙之上 一直看着马车出了城门 这才收回了目光 皇上 您既然担心娘娘 为何不跟娘娘一起出宫呢 曹中前有些不解 皇上自从遇到这位娘娘之后 似乎有些变了 多是 转身 留下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身影 轿子出了宫门之后 一路摇摇晃晃的来到京城东边的定国公府 到门口的时候 看到一群下人正在往里面运送棺材 心忽然一沉 坏祖父不行了 还是已经去世了 陈王爷不是说 外祖父已经引下血连 能保一段时日无恙吗 怎么现在 就已经开始料理后事了 周末末 你先去 把他们拖住 他要先一个人悄悄进府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位小哥 看你们这儿房里抬棺材 可是那苏国公也已经去世了 没有也差不多了 还吊着一口气 二老爷和三老爷说提前背着 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 不是说 陈王爷前几天来了一趟 国公也有所好转的呢 怎么又恶化了 去去去 你这老婆子从哪兵来的 赶紧一边去 别妨碍我们干活 周末末被人撵到一旁 而陆云罗 刚才趁着那几个人不注意 已经进了府里 记忆中 他经常来定国公府 因此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 一路上避开了不少的丫鬟和小丝 顺利的来到外祖父的卧房 刚一进门 就闻到了浓重的中药味 房间内外 一个伺候的人都没有 水 给我水 床榻上的老者漫头白发 一脸虚弱 两颊深深的往里凹陷 脸色苍白干枯 就连嘴唇都已经干得起了皮 陆云罗的心猛的一酸 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连忙拎起桌子上的茶盏 倒了一下 发现里面连一滴水都没有 陆云罗此刻顾不得别的 连忙拎着茶盏进了空间 装了一壶灵泉出来 倒了一杯 慢慢地为外祖父一点点地喝下 这灵泉对身体大有益处 虚弱的时候喝 能够补充人体的力量 平时经常喝 能够增强体魄 苏老公也喝了一点灵泉水之后 便沉沉地睡去了 陆云罗这才开始 帮外祖父拔起脉来 前世 他在古一门从小学医二十年 早已精通一身的逆天医术 若不是因为一场意外 他早已经成了古一门 最年轻的门主 也不会穿越来到这个朝代 随着时间的过去 陆云罗的脸色越来越沉 这哪是病了 这分明是有人下毒蓄意谋害 这下毒的人也真是太阴险了 平时一点一点的下 让人完全感觉不到 毒素积少成多 病重的时候 再稍微多加一些分量 就足以要人性命 而且这种毒 不是医术高明的人 根本就看不出来 只会觉得是他外祖父年老 身子虚弱病成这样的 若不是陈王爷之前的血帘掉着 估计外祖父早就没命了 还好 还有得救 一切都还来得及 还准备找王伯了解一下府里的详细情况 这个王伯是定国公府的大管事 年少的时候因外祖父救过一面 从此以后就一直跟在外祖父的身边 若说这个定国公府 还有谁能值得他信任的 就只有这个王伯了 王伯 王伯转身 看到一位女子穿着一身浅蓝色的纹罗裙 正立在不远处浅笑着看着他 大小姐 你终于来了 大小姐 老奴有重要的事 要和您说 大小姐 老奴求求你 快救救老爷吧 王伯 我今日来 正是为了外祖父的事而来 你若是知道什么消息 尽管说出来 大小姐 老爷他不是病重 是有人要下毒害的 王伯说到这个 情绪就有些激动 原来 在陆云罗澄清的第二日 也就是被打入冷宫的那一天 国公爷就病倒了 并且来势汹汹 一病不起 一开始 王伯还以为国公爷是因为丞相被斩首 大小姐被打入冷宫 伤心过度之下 才会如此 后来 请了京城最好的大夫来 都说国公爷是伤心过度 原本体内就有一些救急 刺客正好发了出来 都说病来如山倒 国公爷这一病 就一直病到了现在 原本国公爷虽然卧床不起 可有时人还是精神的 能吃得下饭 喝得了水 可一个月之前 二老爷和三老爷 以国公爷身边无人照顾为由 两家都带着女眷 住进了国公府 十天前 他将国公爷吃剩的粥食 倒入了干水桶里 被外面闯进来的一只野犬打翻了 那只野犬吃了几口 当场就死了 王伯这才精觉 原来给国公爷的饭菜里 一直被人下了毒 第二天开始 王伯就开始防范厨房送来的吃食了 可当天晚上 他就被小厮举报 说他趁着国公爷并威 趁机卷走国公府的银两 想要逃走 然后就被三老爷派到这马就来了 而国公爷也是从那一天开始 并严重起来了 连饭都吃不下去 越来越虚弱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撒手离去 若不是前几天 陈王爷来了一趟 怕是国公爷已经去了 大小姐 国公爷如今身边连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 除了大小姐您之外 别无他人 还请大小姐救救国公爷啊 如今我那两位书工适合太多 那二老爷和三老爷搬进府里 根本就不是为了照顾老爷的 他们两家都在惦记着国公府的爵位呢 国公爷有时好不容易有点精神 他们两家便会拿着笔墨 让国公爷过计他们自己的嫡子 好等国公爷走了以后 能够让自己的嫡子惜绝啊 难怪 陆云罗想起了刚才进门的时候 小四在往里面开棺材 这是早就开始准备了 那如今这过计的人选快有定向 这两家谁都不服谁 目前还依然僵持不下 陆云罗点了点头 目前看来究竟是谁给外祖父下毒 还不好说 现在府里是谁的管事 这么一大家子人在国公府住着 想都不用想 肯定用的是国公府的鞭子 就是不知道 这府里的库房 被这两家瓜分的还剩多少 是三老爷的长席柳氏在管 库房的钥匙 六天前就被他们要走了 陆云罗眉头为重 柳氏 他印象中 他这个表舅妈形势鲁莽粗心 他掌管国公府 那个二叔公那边也能同意 说是这两家人真的是来照顾祖父的也就算了 可目前看来 这两家人分明毫不在意祖父的安危 似乎巴不得祖父快点过世 好让他们自己的嫡子来承袭这国公府的爵位 若是让他查出来这背后下毒的人和他们有关系 可别怪他到时候捕留情面 被王伯交代了几句 他便出了马就一路向前厅走去 国公府的一些下人 还是有一些见过陆云罗的 此时见到了陆云罗 忽然出现在国公府 还是非常意外的 不过还是规矩的行了礼 起来吧 你 去把二老爷和三老爷 都给我叫到前厅来 本宫要见他们 随后 陆云罗又让人去门口 把周嬷嬷还有六名宫女叫了进来 交代了一番之后 让四名宫女去外祖父的房间随身伺候着 等那二叔公和三叔公来到前厅的时候 陆云罗正双眼哭得通红 在大殿之上坐着 二叔公和三叔公互相对视了一眼 听说他们这位直孙女 对于他大哥的感情极为深厚 没想到都已经进了宫了 还能在这个时候出宫来看大哥 看来前几天传言 他大哥的这位外孙女 在皇上面前颇为得宠 的确不假 参见娘娘 快快起来吧 二叔公三叔公 我外祖父他还剩下多少日子 回娘娘 大哥他怕是没几天日子了 本宫刚才去看外祖父的时候 外祖父跟本宫 起起了过季的事 大哥他刚才醒了 二叔公似乎有些疑惑 这两天 他大哥基本上都是在昏睡的状态 哪那么巧 一来就正好醒来了 陆云罗不动声色的看了他一眼 一脸哀伤 许是外祖父这半年来一直惦记着本宫 可能今日听到本宫 与他说话的声音变醒来了 只是 他连说话似乎都十分艰难 他这个大哥倒确实一直宠爱这个外孙女 听说当时就是听到外孙女家的变故 这才变到了 今日听到了自己心心念念惦记的外孙女回来了 撑着睁开眼 说两句话 倒也并不奇怪 平日里 他这大哥也只是身子虚弱 没啥力气睁眼 大夫说是能听到外面说话的声音的 大哥他可有说过去给谁 外祖父许是见到我有些激动 只说了一句话 便又昏睡了过去 大哥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娘娘你快说啊 急死我了都 三叔公的性子一向没有耐心 就连一向精明的二叔公 此刻也正看着他 陆云罗见这两人已经信得差不多了 这才说到 外祖父他说 能够惜爵位之人 一定要是品性纯良之人 据他了解 他的这两位叔公家的嫡子 可都不是什么好人 虽然说 要证明自己是品性纯良之人比较难 可证明对方不是 那就比较简单了 他要的就是两家人互相泼丧水 慢慢逗去吧 二叔公和三叔公微微皱眉 品性纯良 说起来简单 可要如何才能证明 自家笛子的品性啊 两位目光相撞 已经有了些许的火花 皇上既然让本宫出宫照看外祖父 这席爵之位 本宫也会时刻关注 到时 也会一一如实上报给皇上的 本宫这几世都会住在国公府 二叔公和三叔公若是有什么事情 尽管来找我 周龙龙 你知道京城哪家药铺或者是医馆 有卖稀有药材的 外祖父身上这毒并不难解 只是配置解药 需要几位稀有的药材 医馆 那当然是神医阁了 据说 这神医阁 连世间罕见的天才地宝都有 更别说寻常的丹药和药材了 而且这神医阁 还有一种极为厉害的 酒转回魂丹 吃下去以后 就是死人 也能从地府拉回来半炙香的功夫 不过 这个酒转回魂丹 每年都只有几颗 价格已经卖到了天价 寻常人是根本买不到的 酒转回魂丹 这不是古义书上的丹药吗 他在冷宫的时候 因为晚上经常去太医院光顾 平时也都是涮一些普通的药材 有一天 偶然发现了 这座酒转回魂丹的几种天才地宝 藏得十分隐秘 当时便偷了出来 花了十天的功夫 才做了一小瓶酒转回魂丹 出来保命用的 本来想多做一些的 只可惜 这种药材 好像十分的稀有名贵 有价无失的那种 没想到 酒转回魂丹 这种逆天的药 神医阁竟然也有 当我知己 就是快点弄到药材 将外祖父身上的毒给解了 不过 在去神医阁之前 他最好先弄点银子 像这种稀有的药材 最少都得上万两 光靠他身上的一万多两银子 他是远远不够 可 到底又怎么在短时间内 弄到一大笔银子呢 陆云罗忽然眼睛一亮 有了 晚上的京城 热闹非凡 在全京城最繁华的地方 有一家文豪赌方 就挨在青楼的边上 陆云罗换了一身 有钱公子哥的装扮 面如冠玉 风采俊秀 折扇在手摇晃 那一身翩翩的风度 以及爵士的熊眼 迷得那些在门口拉客的青楼女子们 一阵的尖叫 陆云罗没想到 自己扮上男装 竟然还有这般的魅力 顿时对着那些个尖叫的小姐姐们 跑了个媚眼过去 电力十足 回应他的是比刚才更加疯狂的尖叫 太好看了 京城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个美男子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的 要知道 像陆云罗这种级别的美男子 在整个京城都寻不到几个出来 更不要提回来这种地方了 于是 那些小姐姐们冒足了劲 对着陆云罗抛飞吻 有几个胆子大的 直接开始动手抢人了 若不是因为陆云罗力气大 差点就被拉进了青楼 混乱中 陆云罗甚至还被人摸了一下屁股 他连忙带着迎双落荒而逃 哪还有刚才半分风度翩翩的模样 陆云罗是万万没想到呀 自己穿越到古代 竟然被一群女人砍了油 调戏别人没成功 反倒被别人调戏了 说出去 实在是丢人 银双一脸惊恐的抚了抚胸口 真是太可怕了 那群人就好像是见到了一块新鲜的猪肉一样 拼命的往娘娘身上扑 好像从来没见过男人似的 还好娘娘没被抓走 你们两个干嘛呢 娘 公子 咱们 要不还是回去吧 陆云罗派了他银双 示意他不用担心 这赌方他今天是一定要尽的 否则拿什么银子买药材 外祖父身上的毒可拖不了太久 他来之前打听过这文豪赌方了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身上若是没带上足够的银票 根本就不会让你进去的 看清楚了 五千两银票 够不够本公子进去消散一下 原来公子是来耍乐子的 快请进 我又赢了 这些银子都是我的了 确实你们再借点银子给我 我下一把一定能赢回来 你都借了一千两银子了 编本带力已经六千两了 你把钱还了再说 否则就把你的手给剁了 公子 我们还是走吧 这里真的好可怕 放心 你公子我的赌数好得很 就你了 要的 一上场就直接压一百两银子的 着实少见 赌场上敢一上来就玩这么大的 都是一些输了很多钱的赌徒 才会压得大 而一般新来的 都是很谨慎的小鹅小鹅来着 众人顿时被这刚来的 俊朗秀气的公子 给吸引了目光 一个毛头小子 刚进赌场就敢这么拽 等会有他哭的 来来来 买大买小 买得多赢得多 买得少赢得少 买定力少 开 盖子一揭开 那摇骰子的人的脸色 似乎是微微一变 目光落到了骰中里 里面分别是一 三和四 一共是八点 小兄弟 你猜了玩 不要一下子买那么多 有热心人劝他 陆云罗叹了口气 第二把又随意的扔出去 一张一百两的筹码 那种随意的感觉 好像扔出去的 并不是一百两的筹码 而是一块普通的木牌而已 这次依然压大 众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赌博这种事吗 劝什么都没用的 只有他自己输光了 才会意识到 果不其然 这次陆云罗又数了 抬上摇骰子的人的目光 又是微微一愣 不应该啊 他明明摇出来的是大 怎么开出来的又是小 难不成他现在摇骰子的水平下降了 这人开始自我疑惑 一般 只要新手进来压住 按照赌方的规矩 前几把都会给点甜头的 让他赢上几把 可不知怎的 连着两把他都没有摇出自己想要的点数 当下便有些紧张地看了陆云罗一眼 生怕他连输两把 不想玩了 毕竟 每次都能一脸平静地一次性压一百两的工资 怎么着身上应该也是带了不少银子的 要是能把这位有钱的公子哥留下来 他今天的任务目标 说不定能超额完成 虽然连输了两把 陆云罗似乎并不是十分在意 又轻飘飘地往压住台上 扔了一百两的筹码 众人也不劝了 都等着看陆云罗的好戏 果然呢 叶连玩了十把下来 这位公子把把输 他的脸色从一开始的毫不在意 到脸色逐渐的阴沉下来 而台上摇骰子的人的脸色 也是越来越奇怪 今天这骰子 好像就跟他作对似的 每次摇出来的都不是他想要的 又一轮压住开始了 压住台上 那位公子似乎因为一直输 有些恼怒了 孤注一致地将所有的筹码都扔了出去 全压了 总共四千两的筹码 全部都被扔到了压住台的大上面 周围的人也算看出点门道来了 这小子今天气运不好 跟着他反过来压 绝对能赢 台上摇骰子的人 看到陆云罗的四千两 全部压了上来 心里对视一喜 这一把 他若是能帮赌风 赢了这四千两的银子 那他今天的任务 可就算超额完成了 这一把 绝对不能让这位公子赢了 按照前面连续十把的规律 似乎开出来的点数 都是和他想要的点数相反 那这一把 他就反着来 这位公子既然压了大 那他就按大的点数来摇 最后肯定会开出小来 这样 赌方就能赢了这四千两了 于是 摇骰子的人 信心满满的 噼里啪啦的摇了起来 然后 在众人的注视下 揭开了骰中 三个六点 一共十八点 大 摇骰子的人惊呆了 这次开的点数 赫然就是他刚才想要摇出来的点数 可前面十把 每次都是他想摇大 结果开小 他想摇小 结果开大 怎么这次他想摇大 结果就真的开大了 不是应该开小吗 摇骰子的人 已经对自己的水平 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难不成 他现在摇骰子的水平 已经严重下降了 陆运罗这边 一下赢了四千两 引起了赌方 其他人员的注意 将刚才那名摇骰子的人 叫了下去 随后又换了一名 身材高大的人上去 压住又开始了 陆运罗又恢复到之前 一百两一百两压的模式 毫无意外 又是把把输 这名摇骰子的人 一脸冷漠地扫了一眼陆运罗 四千两银子 只要让他连输四十把 赌方就赢回来了 若是他沉不住气全压了 那就更快了 不过 一直让他输的话 考虑到其他人会对着买 偶尔还是让陆运罗赢了几把 就这样 陆运罗赢少输多 眼看着已经输了一千多两的时候 陆运罗终于又忍不住了 将手中剩下的六千多两 全部都压了上去 而这一次 众人也不敢盲目跟从 根据自己的判断力下注 谁也不知道 这位公子会是接着输 还是会赢 而台上摇骰子的人 等的就是这一刻 开十五点 大 陆运罗赢了 摇骰子的人不可置信的看着骰中里的点数 他明明摇的是小 怎么摇出来大的了 要知道 这些骰子都是灌了水银的 经过赌方训练之后 是可以随意摇出大小来的 怎么可能会出错呢 他的目光沉了沉 根据他在赌方摇骰子的多年经验来看 绝对有问题 而赌场上 陆运罗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把把押上全部筹码 很快就赢了将近五万两 在场的众人看向陆运罗的眼神 已经完全惊呆了 他们也算是赌方的老手了 从未见过如此疯狂的玩法 全以为这位公子年轻气盛 心浮气躁 迟早会将银子输个金光 可偏偏 只要他筹码全部押上 就没有输过一把 赌方里 陆运罗兑换完五万两的银票 准备拍屁股走人 还没走出门口 就被赌方的几名大汉围了起来 目光带着威胁的味道 这位小兄弟 看来并不懂我们赌方的规矩啊 赢了钱就想走 那你们的意思是 自然是 再玩几把再走 也不吃 你确定 还要让我再玩几把 他倒不是不想玩 只是怕 把人家赌方的银子全部引走了 会被人追杀 毕竟 他可是有了一个了不得的作弊神器 他以前就发现 只要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 重量比较轻小的东西 他是可以不用触碰 就能把那样东西移到空间去的 只是在一出来的时候 那样东西仍然会出现在 原来进空间之前的地方 并不会因为他走远了 就能把那样东西带走 每次摇骰子的人 摇完骰子落在桌面上 没开之前 他就将里面的骰子移到空间 然后自己的手进入空间 将骰子换成他想要的点数 然后再挪出空间 开的时候 自然出现的是他动过手脚后的点数 当然确定 好吧 那本公子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玩几吧 外面逆着光 进了一位身形消瘦的男子 男子一身斗篷黑衣 裹着满身的煞气 宽大的帽颜遮住了他阴冷的脸庞 走动之间 偶尔露出帽颜下那双 不带一丝感情的冰眸 是你 你认识我 男不成 又是圆珠以前接触的人 可我现在穿的可是男装呀 圆珠以前也女扮男装过 我不喜欢托你带帅 速战速决吧 正好 我也正有此意 尼双 下注 公子 那我们压多少啊 当然是全压了 好 好吧 公子 我们压大还是压小啊 你喜欢哪个就压哪个 娘娘这么说 肯定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于是 她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五万两的筹码 全部压在了大上 她今晚数过了 娘娘压大的时候赢的最多 压住完毕 冷先生拿起一旁 早就准备好的一副 没有动过手脚的骰子 摇了起来 冷先生并没有摇多长的时间 反而很快就停了下来 在她手中的骰子落桌的瞬间 陆云罗的毛子 急不可查地动了一下 他在帮我 这是为何 骰中揭开 十八点 大 陆云罗赢了 筹码翻倍 十万两 围观的人已经彻底惊呆 大事不好了老大 冷先生输了 那人赢了咱们赌方十万两 把咱们赌方周转的银子 全部赢走了 多少 十万两 小伤弟兄们 带上家伙 今天务必不能让那小子 出了咱们的大门 老大 就是他 目光落到领头那位 一身肥肉的男子身上 散乱的头发 脸上还隐隐有些许的红唇印 这位 该不会是刚从美人窝里 爬出来的吧 没想到 文豪赌方的老板服务 这么周到 直到本公子赢了不少的银子 宁愿从美人窝里爬出来 也要亲自安排这么多人 来护送我回府 真是感激不尽呢 乔天把眯着那双 已经被肥肉挤成一条缝的双眸 冷笑着盯着陆云罗 赢了他赌方十万两 还想让他派人护送 呸 做他的春秋大梦 他是来抢回自己的银子的 废话不多说 正想示意身后的弟兄们 将这个小白脸拖到暗房去 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小白脸 欠你们别动他 他 你们惹不起 这个小白脸 什么来头 竟然让冷先生说出这种话 要知道 这冷先生背后的势力可不简单 他这个场子 主要就是依靠冷先生背后的势力撑着 否则早就被官府给端平了 冷先生说不能动的人 他是大有来头 老大 你放心 兄弟们等会儿 一定把你弄死他 弄死谁啊 弄死啊 就按他说的做 护送他们回府 什么 乔天把身后的那群大汉 仿佛听到了一个什么巨大的笑话一般 皆是一脸震惊的看向乔天吧 十万两个要了 记不出了 人也不交绝了 还要亲自送他回府 老大脑子没坏吧 算了 本大勺这次 破例送你回府 你们两个 跟我走 此刻已经三更半夜 大街上几乎已经没了什么人 陆云罗和银双在前面走着 乔天把带着两名手下 在身后跟着 老大 我们真的要送这小白脸回府啊 闭嘴 娘娘 他们不会乱来吧 放心吧 有我在 还没人能在他陆云罗手上 讨到什么便宜 走了一会儿 一行人已经跟着拐进了僻静的巷子里 乔天把的目光 一直在打量前面的两个身影 身材鲜弱 一看就知道 绝对不是恋武之人 他如果趁着现在没人 将他们杀了埋起来 抢回自己的十万两 也没有人会知道 就算有人问起来 他也可以说 当时已经安全将人送到了 乔天把越想越觉得 这计划行得通 他开赌方 本来赚的就不是什么干净的钱 只要他瞒得好 他就算背后有再大的势力 又怎么样 没有证据 根本就怀疑不到他们身上来 想到这儿 乔天把的毛子越来越阴毒 你们就送到这里吧 乔天把看了一下四周 根本就没有大宅院 看来这个小白领 根本不想让他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如此正合他意 你们要干嘛 干嘛 当然是让你们家公子 将赢的十万两银票交出来 我当时什么事呢 原来是想要银子呀 没门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乔天把说完这句话 刚准备说动手的时候 一道银色的粉末在半空扬起 从左之右 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不好 你给我们下的什么药 怎么还没晕 再见 祝你做个好梦 然后 砰一棍子下去 乔天把眼前一黑 就彻底晕了过去 乔天 松身 乔天从一开始的害怕 到后来的惊呆 再到现在的崇拜 前后不过片刻的功夫 就看到娘娘一个人 轻易的就把这三个高手 给就地解决了 娘娘不愧是娘娘 总是这么厉害 两个人在这三人的身上 一共扒拉出两千多两的银票 收工 回府吧 两人离开没多久之后 从暗处走出了一位身影 赫然是赌方的冷先生 他正一脸若有所思的 往着陆云罗离去的方向 等会儿再帮我收拾一套男装出来 他等会儿还得去药铺买药 若是以娘娘的身份出去 必定会引起下毒之人的疑心 他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在暗中下毒 最好是不要打草惊蛇 等他先解了外祖父的毒 再腾出手来 好好地解决这些人 娘娘 那今日 您还是接着状病吗 昨晚娘娘和他去赌方的时候 就让门口守着的宫女 对外宣称娘娘身子不适 早早地歇下了 谁来都不见 若是今日还是这个理由 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相信 这样 说是有人来找我 就跟他们说 本宫因为外祖父的病伤心过度 昨晚哭了一夜 今日实在不意见人 今日你就别跟着我出府了 留在府里就行了 外祖父那边有周嬷嬷照应着 你也不用过去 就在这院子里守着 把过来的人打发走就行 他除了奶药之外 还准备将空间那些粮食给处理掉 银霜跟着多少有些不方便 不远处的大树上 北堂林峰正眯着毛子在路上小气 忽然听到墙边传来一阵动静 转头看去 却看到一名绝世清城的女子 那名女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脱起了衣裳 不过还好 只是宽去了最外面的衣裳 北堂林峰对时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他北堂林峰在江湖上还没浪购呢 可不像因为不小心看了 那个女子的身子 而被迫成亲失去自由 不过 这个小娘子 她怎么感觉有些眼熟呢 可怎么也想不起来 到底在哪里见过 你大白天的躲树上干嘛 鬼鬼祟祟的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陆云罗狐疑的眯起了眸子 越想越觉得 眼前这个男子肯定居心不良 不然为何会在定国侯府偏僻的墙外躲着 北堂林峰起身 潇洒地拍了他身上的尘土 本大侠不过是在树上睡觉而已 谁知 竟然被你这个女人给 所以 你知道我是女子 是因为刚才我换衣服的时候 你都看到了 这死丫头该不会是要我对他负责吧 虽然说这丫头长得还挺不错的 这样负责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嗯 若是你执意要交给本大侠的话呢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可要跟你提前约法三章 本大侠呢 平时自由惯了 成亲之后呢 不受任何管制和约束 你就负责在家里绣花 这男的怕不是有病吧 我哪句话给他错就非他不嫁 还绣花 在他脸上就花还差不多 陆云罗强忍着 想要把他嘴缝起来的冲动 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男的怕不是有病吧 我哪句话给他错就非他不嫁 还绣花 在他脸上就花还差不多 陆云罗强忍着 想要把他嘴缝起来的冲动 头也不回地走了 喂 你去哪里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不想跟有妄想症的人交流 我刚才看你是从定国公府出来吧 本大侠 想向你打听一件事 无可奉告 别这么冷漠嘛 咱俩可是要成亲的人啊 滚 神医阁是京城最有名最大的医馆 坐落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 传闻这神医阁的分店已经遍布五国 不仅拥有各种稀有的天才地宝 更拥有全天下数量最多的大夫 五国之内 但凡是民间的大夫 都以能进神医阁为好 而神医阁背后东家的身份 却极为神秘 无人知晓他真正的身份 陆云罗来到神医阁之后 发现神医阁的医馆人满为患 门口光是免费一诊的大夫就有五人 外面的队伍都排得拐了好几个弯 药铺里也是挤满了许多抓药的人 看来这神医阁的生意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呀 果然呐 医院和药店不管在什么朝代 都是挣钱的地方 你要买药啊 你有病啊 你信不信 你再多说一句 我就把你扎得不能人道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什么叫他有病 他才有病吧 这女人真很多 果然最毒妇人心 陆云罗在药铺里转了一圈 先寻了个小二 问了一下他要的两种稀有药材 公子 稀有药材的话都在二楼 上面会有专人接待您的 公子 不知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呀 陆云罗上来之后 一名老者便立刻上前询问道 陆云罗没有废话 直接将需要的药材说了出来 一位是千年极品雪参 另一位则是九尾凤与泪 千年的极品雪参自然不用多说 是可遇不可求的药材 而九尾凤与泪 则是九尾花花开九尾 每一尾都需要三年的时间 才能开出一尾 九尾全部开启 才能收集到凝结而成的凤与泪 而且这种花极其娇贵 一不小心可能就养死了 养这种药材 不仅耗时耗力 还极为的耗费心神 而野生的九尾花 则很难收集开启九尾时的凤与泪 所以价格自然是贵得离谱 老者笑意盈盈地说着 很快就将两位药材取了过来 只是这价格贵嘛 贵得超乎他的想象 原本他以为 十万两银子 应该已经绰绰有余了 可没想到还是不够 算下来 一共要十五万两的银子 这可是外祖父的救命要 别说是十五万两 就是一百五十万两 他也会想办法买回来的 可目前 他还差五万两银子怎么办 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了一旁 还凶而抱的北塘凌峰的身上 一脸微笑地走了过去 停 有什么事 就站在那说 这家伙警惕心也太高了吧 难不成是我表情管理不到位 已经把我要借钱四个大字 写到脸上了 停 有什么事 就站在那说 你之前说 要向我打听什么事 陆云罗决定 先挖个坑 缓和一下关系 你不是不愿意说吗 被塘凌峰迷着眸子 依然一脸的不幸 事出反常必有妖 刚才一路上 不管他怎么求 他都不肯说 现在却忽然改变主意了 借我五万两银子 我一定置无不言 言无不尽 保证让你满意 怎么样 原来你是为了银子 买药钱不够了吧 我就说呢 怎么忽然就改变态度了 五万两银子 有那五万两银子 他去哪打听不出来 真当他北塘凌峰是傻的吗 我告诉你 想要五万两 门都没有 本大侠虽然不缺银子 可我也不傻 不过你若是愿意给本大侠 当个两年的婢女 本大侠倒是愿意考虑考虑 把五万两银子借给你 让你解了现在的燃眉之急 你可知道 本大侠在江湖上 那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侠 多少女子挣破了头 都想在本大侠名下当婢女 本大侠愿意给你这次机会 这家伙 怎么啰里巴缩的 真是古早 靠 这女人 竟然当面给他下毒 北塘凌峰猝不及防地吸了两口 立刻点穴护住了自己的心脉 然后扛起双腿坐了下来 开始逼毒 你在逼毒吗 北塘凌峰此时不能说话 只好给了陆云罗一记恼怒的眼神 吻的不是废话吗 不是在逼毒 难不成是在练功 从北塘凌峰的眼神里得到了答案 陆云罗的笑意更甜了 那你现在是不是不能动啊 这不是想干嘛 我都这样了还不放过我 紧接着 北塘凌峰就眼睁睁地看着陆云罗 摸遍了她的全身 最终在她的怀里 摸出了一叠厚厚的银票 北塘凌峰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呀 她的银票呀 她这是明目张胆的打劫 这是对她赤裸裸的羞辱 看不出来啊 这姜牙还挺有钱的 十万元的巨款就这么装在身上 也不怕被人打劫了 拿了五万两 剩下的银票 可是有良心的给她装回去了 但凡在神医阁买药的 都需要客户签一下售卖文书 陆云罗豪爽地签了一个名字 这两个药总算是买到了 一直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陆云罗领走的时候 看了看北塘凌峰 看到她还在盘腿逼毒 直接扔了一瓶解药给她 这瓶药 就当作是你那五万两银子买的吧 说完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 留下北塘凌峰一个人 咬牙切齿地在地上坐着 你给我等着 别让本大小子遇到你 否则一定把你抓了当奴婢 哼哼使唤 靠知识什么毒药 怎么半天还没逼出来 那小二拿到售卖文书 先是习惯性地 和桌面上贴着的一张对比了一下 好像这两个字迹挺像的 唐老 你快看 这两个字迹是不是有些相像啊 小二有些激动 一年前 上头就一直在找一个人 这个人没有画像 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 只有一张写着一首诗的纸 除了字迹之外 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信息 这一年来还是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相像的一回 唐老 也就是刚才接待陆云罗的那位老者凑过去一看 果然挺像的 只是这名字怎么写的是 陆陆 快 立刻通知上头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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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